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育部青年花展署的肖志文主任秘書上台 跟大家講幾句話 給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外交部張專偉和外交部夥伴們 以及我們國安安排辦事處的補助長 還有我們待會會有其他勞動部跟衛福部 還有五地管會的夥伴們 以及我們待會這個重頭戲 有自衛實際去海外度假打工的學長姐姐 也會來現場跟各位分享 大家好 那教育部這邊很榮幸就是有機會來參與 這個度假打工的這個宣導的休明會 那事實上這個說明會我們是今年的五月 才開始第一次辦了 那我們辦了三場 那幾乎呢每一場都爆滿 那來的大概除了我們這個 對度假打工很有興趣的今年朋友之外 也有一些家長其實很關心我們的這個孩子 之後如果要去度假打工的話 那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準備 所以今天看起來也是有一些家長是 一起來參與這個宣導休明會 那我們在這個五月辦了三場之後 因為反應太熱烈了 所以在這個年底又架開了這個北中南門三場 那今天是我們架開之後的這個第二場 在高雄辦理 那下個禮拜就是我們就會在台中 在辦第三場 那就是如果各位還有這個同學或者是這個 親同好友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也歡迎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中區的一個場次 那有關度假打工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最主要的 對各位去開拓這個度假打工簽訂協定 的是我們外交部這邊的一個協助 那目前我們總共有13個國家 跟我們簽訂的這個度假打工的一個協定 那事實上外交部其實也很辛苦 就是我們定期會邀請個部會來針對這個度假打工 在你出去之前或者你到了當地 以及就是各位回國之後 怎麼樣結合相關部會的資源給大家一些協助 事實上我們都定期再召開一些會議的 來做相關的這個緣議 那也成立一個度假打工專屬的一個資訊平台 大家可以這個上網去做搜尋 那在我們青年署這邊事實上 如果各位你有必要到這個海外去這個體驗去度假 如果你有具備上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申請我們的這個青年海外 度假打工的一個代表 那今天 當然就是各位可能未來去度假打工 可能會碰到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藉由在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 不管是待會兒的這個分享 或者是外面餐位的一些相關的一個資訊的提供 那也可以跟我們各部會就女朋友會關心的問題提出來 那更重要的就是跟我們這個四位學長姐 他們親身的經驗可能跟各位會更貼見 那今天就是在這很開心就是有機會來參與這個說明會 那也希望大家藉由今天的說明會 能夠解決這個 能夠搜集到你想要的資訊 那也可以藉由今天呢 就是結交到各位志同道成的好朋友 說不定最後大家可以一起到這個海外去做事件 到海外去闖蕩 那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個宣傳的一個做明會 可以協助大家就是太開心心 身份居力也可以有很多的一個收穫 那最後就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居力 謝謝 謝謝姐妹 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自己現場的外交部的貴賓 那麻煩到我貴賓就請了 這邊給大家打個招呼這樣子 好 首先我們歡迎外交部周四的 張曉銘 張處長 歡迎 好 以及亞太子的陳底嘉 副參事 歡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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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我們今天各部會的貴賓 一起立體我們的活動 好 接下來部分呢 我們要請到我們的外交部 今天呢也會在現場這邊提供 給我們青年一些有關於度假打工的資訊 然後請大家熱烈烈掌聲 歡迎我們的張精旺 張庄的委員 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 這個當到的時候啊 我們教育部旅客長跟我講說 今天我們大家這個是要去度假打工 所以我們應該把袖子捲起來跟大家打成影片 所以我們就不穿西裝呢 各位請不要介意 那麼今天呢 我們錄裏面 這次辦的是中區第二次 第二次 剛剛主任也提過 我們下一 今天是南區 那下一場就在中區 那麼這個青年度假打工計畫 從我們中國九十三年開始推 推這個度假打工計畫 九十三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只有紐西蘭和澳洲兩個國家 大概每一年 就一萬多人去參加度假打工計畫 可是從2008年開始 我們部裡面啊 要我們盡力去洽牌這些 洽牌這些這個度假打工的國家 所以我們開始擴充 擴充到現在已經十三個 另外 上次法國他們也提到 就是明年 我們可能還會再增加一個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從2008年 從兩個 恰到現在十三個 人數已經到達了十六萬個人 十六萬個人是到了海外去度假打工 那十六萬人是裡面有十三萬 到澳洲去 那在澳洲一年大概有兩到三萬人 現在問題就看什麼發生 我們就很多這個問題需要協助 所以啊 我們部裡面剛剛主任也提到 行政院對於各位青年夥伴 有非常高的期許 希望能夠提升青年夥伴 未來在國家這個競爭力上面能夠提升 也能夠充實自己 所以呢 他開了這個跨部位的這個協調會議 那希望 由我們外交部跟教育部 還有其他的單位一起來 看看未來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來做一個這個研究 就是我們看解決 那這個度假打工啊 事實上也有人講說是打工度假 那度假打工 那打工度假 我這個名詞上沒有太大的這個區別 但是有一個實質的意義是 我們希望年輕人出去 借著你規劃我的度假 能在某個街上打工 做深度的一種旅遊 深度的看好 那什麼叫做深入的旅遊 深入的看好能夠有一個特別的感受呢 這個我若我自己啊 跟各位年紀一樣 借過家打工是可以從18歲到35歲 大部分國家10到30歲 如果我跟各位一樣 我今天能夠去參加熱海打工計畫 我要做誰 我信任是因為想說 我們一定要好好去觀察這個文化 這個國家文化 以後會跟人家談話等等 去做接觸 那譬如說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剛剛各位進來的時候 有看他一下在拜拜 對不對 一下到他在拜 那如果我是個外國人 來到台灣 我要做這個度假打工 欸我目前 這個台灣人 有拜拜 啊我看到廟也很多 那有的廟的屋底 是有雕龍的 有的廟上面有的蚊子的 那我們就會開始思考 這中間有什麼文化上面的經文 譬如說 它這個區域也在哪 那我們觀察一個文化 可以從最外層的就是器物 哪一些器物 像是廟的結構 接著你深深一點思考一下 它的制度是什麼 欸有的道士穿道討的 啊有的是 是這個 如果要做度假打工 自己應該是有的期許 就是說 我不是去斷錢 我也不是說這個這個 因為台灣這邊工資也要比我想好 到外面去賺 不是這也用意 是我賺到一定不夠的錢 我能夠去做深度的文化的調查 這三個層次 從外面這個階層 氣勿的 好好去看看他制度有什麼不一樣 那再看看他思維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這是基本上我們政府鼓勵 第一年輕人到外面去度假打工 最深層的意義 那麼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一起去度假打工 要注意一些什麼事項 我們部裡面拍了一個影片 各位可以先看這一段影片 看完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概要的介紹 那麻煩我們來放一些影片 樂趣樂趣樂趣 現在是今年度假打工 民主啊 度假打工是今年最流行時尚的活動 別告訴我你還不知道 現在外交部我已經在十三個國家 簽訂了今年度假打工協定了咧 這樣啊 我們就可以全球好兜兜 真廣見聞 人生變得超級彩色的啦 所以接下來要跟你介紹一下 度假打工三部曲 度假打工首部曲 魔劍 不是啦 還有是出國前準備 實話說的好啊 事情準備好 萬事沒滿腦 出國前啊 不一定要有護照 度假打工錢證 還要買好女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畢竟啊 事先買好保險 萬事就有保障 當然 最好是備額不用 但需要時就不用滿腦啦 然後記得 千萬要記得 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網站填寫 出國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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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說 要做照片 這樣即使身在國外 也可以獲得充分的資訊喔 最後就是要收集資料 了解當地國的客廠相關化歸 好 準備好了 首部局的工作作備 咱們就出發吧 欸 你準備的部分出發喔 度假打工二部局 出國 注意事項 我 我要贏啊 你驚來 吼 那我就不接驚了 吼 你怎麼不接驚 出國後到的當地 記得打電話 跟家人報平安 打個卡 順便來 跟台灣住當地的代表處 或是辦事處聯繫喔 想建立雙重聯繫 有事情才能通知你 是嗎 人生在國外 一家附近水俗 所以一定要好好了解 當地的法令規則 這樣才能萬事平安 無事 還有 簽署打工契約的時候 一定要更清楚耶 必然做黑狗 也要特別注意 雇主也沒有幫你買 打工保險喔 不然啦 被耍的你還在那裡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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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要注意 欺負無藥 老師在講 還不趕快 哇 重點 抄起來 通通背起來啊 尤其交通安全太重要 在澳洲 英國 日本等 靠走行使的國家 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啦 像過馬路時 一定要注意 先看右 再看左 最好是兩邊都看清楚啦 開設的話 尤其要了解當地交通規則 和交通貌制 想了解更多資訊 你還可以上網查詢 交通貨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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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回家 最後度假打工三部曲之 光榮歸國 回國後心中肯定是酸挺苦辣 忘不了 忘不了 那麼就趕快跟千盤好友道修佛 都想認會了度假打工經驗很建議吧 總之凡是喘了誰 度假打工就能Easy Go 想知道深入度假打工資訊嗎 來打賞賞外交部度假打工專服網站查詢嗎 我們去醫院生者來去 我們來去度假打工 謝謝來去來去 我們來去打工 那我們現在打工 我們要出去度假打工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不是共產主義國家 你到國外區的時候 到哪裡去也不用去登記也不用到嗎 我們都不知道你們在哪裡 所以剛剛他裡面有提到 這個出國登陸出國登陸出國登陸 他講了三次 這很重要 我跟各位拜託一下 一定對海外出國登陸 我自己是沒有到澳洲 但是我之前在亞特蘭大辦事處當主導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的警察就有一個電視 其中有一個電視 是這樣 有一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接到了台中 有一個先生打電話來 12點多打 然後緊急聯合電話 我們在外國的辦事處都 我們都會指這個緊急聯合電話 各位如果出去的時候一定要記得這個辦事處 你相關辦事處的那個緊急聯合電話 打來 就跟他講說 欸亞特蘭大辦事處 我們那個在超市亞洲 亞特蘭大辦事處 我跟你說 我兒子 三四個月不夠聯絡 拜託我找一下 晚上的時候打個電話 要我們去找他的小孩 我說我兒子 你兒子是在哪個地方 我超市亞洲很大 超市亞洲大概是我們台灣的五倍大 五倍大你要我去哪裡找的 他說我不知道 我現在讀哪裡他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曉得 他只知道說 我怕過錢 有一張那個貿款 我們在管的地址 我說這地址有你 我地址有你 他給我的時候 他又加了一句話說 他不知道 他不是說有辦事嗎 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新的地址 有的地址 我不知道 結果這個阿伯 可能的 可能平常的 那我學運拜託 剛好那一次我直擊 他就找到 我 我看那個地址 12個時候我看那個地址 我說這個很幸運 離我家很近 大概從台北 台到台北 就可以去找他 結果隔天早上 我還問他 我就說 你兒子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去找他 他就給我一個照片 他什麼通通不知道 只知道有一個地址而已 他那個照片我在裡面 都東看 竟然只有那一張 他是在一個沙灘上面 插了一支旗子 插了一支旗子 上面有四個英文字 SEAD 喔 我看到這個 這可能是哪個學校 可是問題 這個學校有兩個校區 一個是在車裡面 一個要開五個小時 要開個兩三百 三四百公里以外 教育到底在哪裡 人在哪裡 哇 那我是知道 隔天早上一早就開始 先 先想要聯絡學校 有沒有什麼 台灣同學會啊 趕快看能不能找 這個小孩在什麼地方 也不跟爸爸聯絡 手機也不打開 那爸爸兩三個月都急了 才打這個緊急 這個就是 這個電話給我 好 那我就開車 開開開 開到他那個地方去 哇 一片都是公寓 他那個公寓都是木頭座 那一個公寓裡面住了十戶 那每一戶裡面大部分都是 卑鄙的美國人 或者是墨西哥人 那我一早 我就開始就開始 一戶一戶敲門 敲啊 拿著照片敲 敲到連個飛一個 他說國盾他 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人從台灣 他就有啊 就在隔壁那一戶啊 我再去敲 出來一個是泰國人 也不是他 那後來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了下來看到一些 墨西哥的那個阿桑啊 就在那邊聊天啊 那墨西哥阿桑也都不懂英文啊 那我就 我就問他一些阿桑 我說 阿米古阿米古 有沒有看過這個人 BASS COLOR SAM MEN 阿桑就 阿桑就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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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裡面有一個戶啦 但是我一天那個C 我又怕有 阿北三 其實是這樣嗎 這個 後來啊 我就再去敲 敲的人怎麼敲也敲不開 也沒人硬 然後 手機也不開 我只好 想辦法當作是這個 這一戶啦 那我就 我就塞紙條 希望跟我聯絡什麼 通通都自知不理 早了一個早上 禮拜一個早上 都沒有 那校友會他另外查出來說 這個人確實是住在那一戶裡面 那都沒有啊 阿桑 墨西哥阿桑跟我說 他嘻嘻嘻 我就趕快跑去警察局 報案要找人啊 寺柜 施住 不不不 跑去警察局 警察又開始早 還通報全民 50周 我說 我們一起破 lake 那不行 他沒有防中統一警察也不敢 這個 自己幫人 Р 這樣他怎樣會有智商 他會講說我會聽死我是怕的 結果到了一整天 隔一天到五半天 有一般同學會想起來說這個孩子 可能是感情人宿 說不定是把那個 這個女朋友 給他刺激或長度 文件跟外面斷絕往來 後來同學會想辦法繼續把他那個 女朋友找大陸籍 大陸籍 那女朋友在樓下 叫開門叫的聲音很齊麗 阿贏啊 你別啊 你別找你啊 趕快啊這個開門啊 叫老七 後來終於開了 這個小孩子就是不開門 只聽這個女的叫開門 後來把警察找來 案子要撤銷 這警察當場訓練他 這個以後去美國可能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出國登陸很重要 讓我們住外人有機會 那是真的 所以他家比我家 大概只有台北要導演的距離 不然我們開到那個校區 都找不到人去 結果打到以後 人家相信說 我們這公路也在國外 真是男性 那另外還有 這個除了出國登陸 是不是跟各位報告一樣 這個出國登陸有好處 有好處還可以抽錢 還可以抽錢 今天服務局分三集在進行 然後剛剛怎麼一下 這麼快的時間都到了 不是有四五分鐘 好 那另外再跟各位報告 重點 你要去買保險 這個保險費非常的在國外 對不對 保險 醫療費很貴 你們如果 農場去打工的時候 那個農場很多蜜蜂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蜜蜂一釘沒什麼 我有一次去給 在美國給他台灣的阿桑給檢註 給檢註完了 阿桑他說 我關於湯膏定的水 知道 腫起來跟蜜蜂蜂一樣 他沒有保險 他去醫院 多少錢 十八千塊一釘 三千塊 十萬 十萬 結果後來 我自己隔幾天 真的 有一天在聊天 一隻綠蜂在我旁邊 我也不知道是綠蜂 你被釘 這樣就被釘了 整隻手指頭就腫起來 麻木 麻木 後來我想到三千塊 我就不理 因為人家講說 我小時候天下講說 用阿末米亞自治的 可以把一個人弄好 我趕快自己 一天交三次 就把一個人弄好 這個是運氣 如果你在國外的話 像我還遇到個個子 這個台灣的人 在宏布拉市 這個投資者 結果他出席的水洞 沒有單 從做費 做到我們亞克蘭大的時候 被打住 送到醫院去 醫院打幾天 他電話叫我去 把他弄出來 他在醫院只待了幾個小時而已 醫院給他兩杯果子 結帳的時候 價錢兩百七十幾萬美金 規格降 所以如果各位 如果不保這個 海外的這些醫療險的話 未來都很有 很有很有麻煩 我們一年三萬人 三萬人 三萬人就是本市的小城市 小城市一直在開金銷 那醫生為什麼能夠開城鎖 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各位 三萬人雖然都散佈在澳洲 可是發生事情的機率是很多的 一邊講什麼交通安全 另外什麼 我剛剛光講這個 這個蜜蜂 蜜蜂就到此公司 各位就要很小心 所以這個一定要保險 那我們做這個案例的分享 在澳洲他們 這個是有保險 他說 當事人某日突然發現身體不舒服 沒有辦法排尿 送醫發現說 他是大腸感病感染 然後住院是 澳洲不便宜 澳洲要15萬塊 15萬台幣 那各位不要以為 說全民健保會 會給你錢 不是 那個只是申請 然後他給你補助而已 不是說 你如果沒有其他醫療保險的話 這是有問題的 所以還好說 當事人出國前 還有買這個海外不發急務保險 所以才可以跟保險公司申請 免除自負 廣大醫療費用 這個是 這是人家保險的 另外還有一個有保險的 也是 你看到香蕉弄場去 香蕉一定有蜜蜂 大家可以舒服 當事人入駕打工期間 都朋友駕車出遊 發生車禍 然後腦震盪 腦震盪 那朋友都要去醫院 還要緊急醫療 所以呢這個 這個 他還好他出國前 他保了全球海外緊急急難救助服務 所以呢回來以後還可以 還有 接著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他現在要出去 保險保好 我們要出去 出去 你最好還是要找仲介 但是仲介要找好的仲介 那有的人他是不找仲介 他是這樣 他只要Basebook上面去 跟人家講好 講好說我今天打工 也不用仲介費 但是人家講說 你錢就先匯給我 他會以後 假如不太對勁 找朋友去看 哇問題出來 你很配 所以他這個不找仲介 有這種事 大家要小心一點 再來就是說 好我現在找仲介 對不對 那我最好 你要到勞動部 你去看一下 這個 然後勞動部裡面還有 非法業者查詢 有國內重界查詢 國外重界查詢 這些 那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跟勞動部裡面詢問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出去 你出去可能要帶遇 對不對 你現在出去遇到不讓 帶遇要重辦 從去年開始 主密到跨部會一直協調會議 主要就是幫大家請 其中這個是申訴 申訴的話 在國外 在國外的申訴支付 國內 國內是申訴支付 如果國內是因為國內重界不好的話 那你就 找勞動部 勞動部 對不起 勞動部這邊 他會主管機關 可以幫你協助 那麼如果你要看的話 到申訴支付 可以到我們外交部 你打那個外交部 七年度假打工 你打進去 就會有一個格子 你把他一點 點了以後 他就國外你看 譬如說我要到國外 國外是布局不好 我給他申訴 我就點 我就點這個 接著再點這個 國家 例如我叫澳洲 那裡面他就跟你講說澳洲的法規是什麼 那你就好好讀一讀 那底下 他有一個申訴的機構是什麼 我們有一欄表 這個住外檔署都有 我們澳洲有一個代表處 三個辦事處 你到相關的那個辦事處去 也可以問 這是國內剛剛講過 就是找這個勞動部 你點他去這邊 那其他你有問題的話 你找我們住外檔署 他都樂於協助 可是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是當事人 你有問題 你要當事人要提出 主要是當事人 這是當事人要提出 不是 住外檔署提出 我們可以協助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資訊 看看哪些律師比較好 或怎麼樣 或是幫你跟當地的政府機關接觸 這個就是我剛才有講過 我們這個 豬澳盤里亞代表處 另外還有 駐墨爾本 還有駐這個雪梨 還有一個是布里斯丹 布里斯丹 布里斯丹 這三個辦事處 都可以找他們協助 那我這舉一個例子 這裡面就是 澳洲 有一群人到屠宰市去工作 結果薪資被人家評議壓低 各位看來這個就是 人家講說打黑工 人家把你押薪水押了40人 每週200澳元工時50個小時 被僱主 這個現在澳洲 從今年的7月1號開始 對不起 工資 對付工資 明年這是週 對 那扣稅是明年開始 他要扣稅 要扣除所有的稅是明年 可是今年的話 限定工資 他是每一個小時 17萬元很久 一個小時17萬元很久 一個禮拜最多 基本 38個小時 如果多的話 你要談好 那所以呢 你看 這裡面很明顯 工資是被人家壓低的 這是物品待遇 所以 你要跟誰 跟那個 跟這個 Failover Ombudsman 這個 跟這個 平等工作 監察署 提出申訴 那這個案子 提出申訴之後 人家有去處理 處理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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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他們 他們到這個旅行社去打工 這是旅行社 短付了工資 這是一個司法的一個問題 司法糾紛 不過他們也跟這個 這個剛剛那邊的工作署 他提出了 提出了以後呢 這個 那邊的工作署 幫你把這個案子送到法院去 欸 法院就叫這個委託 你要好好處理 所以現在的結算 現在就OK 好 那這個深處 接著再出來之後 各位要注意 注意兩個事情 第一個 交通安全 一定要注意 交通安全法規 沒有了解 另外一個 希望不要觸犯 當地國的法律 尤其是習慣 這沒有一個case 嗯 搞掉 我先簡單 就是說 你不要說人家 現在有兩種 一種是跟著人家參與 電信詐騙 你跟電信詐騙 跟著人家去想 如果多賺一點 你跟人家混一下 弄完不會被逮到 絕對會被逮到 另外還有一個 不要涉及到毒品交易 這些 最主要你要注意到 從中國大陸來的人 這些人是通常都會跟你講說 我們怎麼樣 什麼樣的毒品 最近才有個電報回來 每天幾乎我們都有電報 有個電報回來就是 他跟他朋友 中國大陸來 坐在車子裡面 警察籃下來 澳洲警察籃下來 一弄裡面有毒 這個 簡直就做不了聲 這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交通的這個部分 跟各位報告 你到澳洲 到愛爾蘭地區 這些 駕駛共 相反方向國家去打風的 當你要過馬路 跨出第一步 拜託修諸禮 我們在台灣裡頭往哪裡轉 同事這樣看對不對 同事這樣看對不對 從這邊哪 我這樣看 已經習慣這樣看 你如果說是 這些相反駕駛駛的國家 你們不要來看 回家訓練幾下 如果你們要去澳洲的時候 你們要訓練 因為是 1999 1996年我到英國去 授語言訓練的時候 接近 就有一個英國的留學生 去留學 一個學生 跨出那個第一步 往那邊看 車子這邊轉過過 不是 所以大家修諸禮 這個 這個交通 非常的重要 剛剛有 另外我們還有開門的短片 裡面我們的交通 不要看他是卡通 那個很重要 那這個我就不多提了 這都是保險的事情 那 電信詐騙 最後這一個 我跟各位報告 現外用戶 有幾個 推動 讓方便人前 旅遊 付加打工 非常好的一些績效 第一個 我們現在有153個國家 你可以用簽證 落地簽證 或其他的簽證 便利措施 可以到這些國家去 13個國家 可以付加打工 未來再加法國 我們還在繼續在推 因為有些協議 都需要國會的批 國會的批 以後才能過 84個國家 如果長期居留在那附近 在那個國家的話 可以用我們的駕照去發 好 現在我跟各位報告的例子 我們幫助七年國際接軌 非常的便利 對不對 曾經我就遇到一個 東盧大學畢業的一個小姐 她在加拿大度假打工 跟國際接軌 對阿 就很 就很 有信心阿 她也認識了一些墨西哥來的朋友阿 結果她不在台灣以後 她利用呢 VWT 就是我們到美國的免簽證 她到美國免簽證的這個 這個國家去旅遊 旅遊完之後呢 飛機呢 一搭 就到墨西哥去 要找她 結果呢 那這個東西被原機牽牌 牽牌到了我們這個亞太太機場 我就去救她 她完全沒有去看 墨西哥那時候沒有 沒有給我們那個落地牆盾 或者是 以前這個大雨 而且 而且 美國的VWT 計劃有依據 人家的方式 跑出去再跑進來 她根本沒有記憶 所以她到了墨西哥機場之後 就被警告 只能遠遠跟她 阿密歐的朋友說 阿密歐阿地歐斯 阿密歐阿地歐斯 就怎樣 不過我們當然還給她想辦法 想辦法 就把她送回來台灣 那以上 我這個動作 其實時間很長的 過得很快 我跟各位在一起 很愉快 因為已經被群排好幾次 那非常謝謝各位的聆聽 希望大家 能夠好好做好功課 那到你的出國打工的國家去 然後體驗深入這些文化 有人到澳洲去寫一本書 澳洲度假打工聖經 這種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報告在這裡 報告在這裡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們就邀請到澳洲 海外度假打工的 今天的朋友來跟我們做個分享 那我們首先先歡迎 我們的陳志成先生 來跟大家分享 他到比利時度假打工的經驗 請大家各位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比利時打工度假來的 今天是 今天是 第二十星期 其實我很好奇 你是什麼人能在平常 需要上班上班 別來聽打工度假分享 去年2014年 我結束在比利時 一年的生活 回到台灣 比利時的生活 今天依照官方的建議 今天要在十分鐘內 告訴各位 關於 比利時的 事前準備注意事項 如何找工作 如何訂工作去 當地有哪些法規需要注意 甚至如何融入當地的生活 可是呢 我在想 這些問題 是不是能滿足各位 今天特地來聽打工度假分享 還是呢 聽完這些問題 可能會不知道 你在說些什麼 甚至很想睡覺 而且重點是 再說各位 都想去比利時嗎 而且 歐洲目前有很多打工度假的地方 從東歐 奧地利 匈牙利到西歐 英國 愛爾蘭 這麼多國家 這麼多選項 比利時在哪裡 它有什麼特色 足以吸引各位 離開熟悉的台灣 去比利時 而且 況且 我在比利時生活的時間 也不過才一年 很多 比利時生活的問題 扣除旅行的時間 其實也不見得都遇得到 所以你們 今天能跟各位分享什麼 其實就一個故事 就是有個26歲的年輕人 他是如何不懂的語言 又沒有錢的情況下 卻在比利時生活 那年輕人就是我 我是陳日誠 一個平凡的台北人 我沒有付爸爸 自己存薪水 當女費 而且我不懂的比利時官方語言 何語得於法語 我卻在比利時打工 從搬運工一路做到 不用搬我的長途經理 各位聽到 喔 倉俗經理 你在比利時一定過得很爽 那你今天在這裡就是要炫耀說 你在比利時生活過得多舒適 不是的 我想出國以前 我也是個沒有目標的大學生 畢業生 即使出了社會 在市政府工作 也是沒日沒夜的上班族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想要改變我的生活 除了申請比利時打工出價 在深圳外 還買了一張可以無限式搭乘火車 逛歐歐的火車票 那想說 比利時打工 加火車還歐 來一趟網路上很流行的說法 叫做青年撞遊 可是三個月過去 火車旅行結束回到比利時 你知道什麼是財事嗎 因為大部分的旅費 都在旅行的時候包完了 而且知道了比利時後才發現 而且原來房租比想像中還要貴 而且呢 因為買的是單程機票到比利時 連買機票回台灣的退入也沒有 最後 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生活充實穩定了嗎 錯 痛苦才更要開始 雖然找到的是亞洲超市的工作 而且老闆是台灣人 但是負責管理工作的是比利時主管 你不懂的荷蘭文 你不懂的法文 你就是文毛 你就是工人 我想出國以前 我是個公務人員 平常 就是用力的 打字按滑鎖 可是 當工人之後 不只全身給用力 連指甲都給用力 這不是開玩笑的 平常我們從 負零下18度之間的冰箱中 開始工作 商品至少是10至30公斤 首先我們先把 七八十項的冷凍食品找出來 接著 依客戶訂單需求排列組合 然後再依序搬上貨車 從 找過 依客戶需求排列組合 到搬上車 全程用總搬 而且這樣的循環 連續八小時 幾乎沒有休息 打工的貨程中 其實有很多 只要 基本人都無法在倉庫車 超過三個月 因為 不只薪水低 公共政府甚至累到沒有力氣去進入法輪 下面打工度假 根本是台灣勞工 可是 奇怪的是 回想剛開始進倉庫的時候 人動食品又冰又重 手沒有力氣搬 可是半年後 不只當公務人員的鮪魚肚消失了 手臂還出現肌肉 因此有了體力 腦袋可以開始運轉 每一天搬我 很隨性的觀察 冷凍食品箱子外的文字 然後對照客戶的訂單 很隨性的唸出名稱 有一天跟朋友去吃飯 進了餐廳 坐下位置 服務生發一人一本菜單 打開菜單 哦 很恐怖 這個菜單上的文字 不就是客戶訂單上的冷凍食品嗎 接著組合一下比例食主管每天都會說的句子 牛肉拿來 雖然口氣很不客氣 可是服務生他聽得懂 每一天我們都在搬貨 其實做了很多白工 呃 做之所以就白工 就是因為沒有做好倉儲管理 台灣有很多便利商店 很多觀念大家都有 就是先進先出 把貨倉等理乾淨 方便出貨 有些比例食主管出去度假一個月 我是職務代理人 結果老闆來巡視倉庫的時候發現 我不但沒有Ladvice 而且還過得很快樂 從此倉庫就歸我管 所以 聽你講這些 比例食到底在哪裡 有什麼特色 足以吸引大家去比例食 說真的 關於比例食的特色 我也不知道 不過現在各位拿出手機搜尋比例食 所謂的比例食特色 國外不是巧克力啤酒廚 那小童 只要各位去吃過玩過保證很難過 因為真的不會怎麼對不對 但是 因為在比例食生活一年 我知道 比例食有全歐洲 數一數二經典的紫色森林 你唯有去過 你才會相信 人間也有天堂 接著 比例食布魯塞爾是歐盟的首都 可是 你語言不流利 你要去歐盟打工 幾乎不可能的是那有什麼意義 可是我知道比利時到歐洲各大城市 英國、荷蘭、德國、法國 只要搭乘火車 就像台北到高雄一樣方便 因此經過這一年 我得到了一個結論 旅行跟生活最有趣的地方 不見得是你所在的國家 所在地點 它風景多麼美麗 而是你在這一趟的過程中 你遇到了什麼人 做了什麼事 碰見 人家說你的處理好朋友 你的外面好朋友 回想這一年旅遊的生活 你想像中的順利 這些都會很多 原本不認識的朋友幫忙 很多比利時的生活問題 我不見得都遇得到 也許也回答不出來 畢竟我們是第一屆 比利時打工的青年 但是呢 我們能幫各位尋找 有類似經驗的朋友 最後 各位突然一個26歲的年輕人 不懂語言 沒有錢 卻能在比利時生活 感覺好像蠻厲害的 如果各位這樣想 各位就太小看你們的人生了 照片照兩夫妻 就是我在比利時認識的台灣老闆 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台東人 在老闆39歲的時候 決定移民比利時 各位可以想像20年前的台東嗎 不要說連學好話 我連英文講得好都很混濃 他們不但不懂語言 而且還帶兩位小朋友 去比利時 卻在比利時經營超市15年 是台灣少數成功的台商 是比利時少數成功的台商 他們跟我分享他們成功的故事 今天把這個祕密告訴各位 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失敗 即使失敗了又如何 先給在場的所有朋友 祝福大家 好 我們謝謝 非常精采的經驗 謝謝 好 今天最後一位 我們要歡迎到 愛人來比較打工的 吳麗珍 吳小姐 請大家可以掌聲歡迎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去愛爾蘭的經驗 那事前的準備資料 其實還蠻簡單 在網路上就可以查詢得到 就是一些資本的東西 那主要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機票的部分就是先表開票 不然可能到時候有一些日期不一樣的話 還要買個票還要多付錢 然後申請書的話 就是他們有規定要用英文的大寫 所以就照著他們規定走的話 其實分間都可以申請過 然後申請 他有一個審核 然後審核過的話 就是要交右邊這一些資格的東西 那你如果不是住在台北的人 可能就比較麻煩 不過他們人還蠻好 很貼心 就是你可以寄回有的方式 然後他再把他寄給你這樣子 把簽證寄給你 然後右邊這個是他之後寄給你的 應該是他們所簽證 不過很不像 這個他會幫你戶備很大張 有點不方便攜帶 那你收到授權書的時候 六個月裡面要入境艾爾蘭 那我那時候其實就想說 猶豫要不要去 因為我申請艾爾蘭 是因為沒有偷到英國 所以我才去艾爾蘭 因為其實都在附近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你們知道艾爾蘭在哪裡嗎 因為好像很多人不知道 或是你們會覺得 他是不是就是英國 其實他跟英國不一樣 所以你們去艾爾蘭的時候 絕對不要跟艾爾蘭說 你們是不是英國人 你們可能會不會被搭 然後去到那邊 你過海關的時候 他會帶一個張 就是算是入境張 然後他會要求你 最晚最久的話 期間是三個月 你要去他們的算是移民局嗎 就是申請到GMIB 點稱GMIB 就是有點像身分證的東西 如果你打算超過 大概超過三個月的話 然後下面 是我 一個 那邊排列做的事情 我就是 先生的手機好嗎 因為到了一定要跟家人先聯絡嗎 就是報警案一下 然後找固定的住宿 然後申請PBS號 就是他是稅號 如果你要做白工的話 一定要有這個稅號 除非你想做黑工 可是黑工雖然很容易找 不過他們都沒有超過最低薪值 而且他們也都沒有合法的就對了 然後去申請那個GMIB 就是你要另外付費用 目前是300歐 之前有聽說會上架 之後我不知道 你們又再查一下 然後再找工作 然後再去開戶 然後預付卡的話 因為到那邊可能 應該不會發到 他們當地的那種簽約的電信公司 所以你可以就用買預付卡的方式 比較多人的話就是 三電信公司 那也有其他的 你們也可以去找 不過就可以比較好推薦三個的電信公司 那住處的話 我剛去的時候 因為現在在iFacebook上面 你可以很簡單 就找到一些資訊 你可以說 比如說 在 在愛爾蘭打工度 在台灣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有很多 社團 然後你們說 你加入之後 我們要詢問他們一些事情啊 就是 有些人他們會PO一些短誌的訊息 是常租的訊息 都可以跟他們尋問 因為我覺得 在愛爾蘭的台灣人其實不多 不會有越來越多的情況啦 其實他們 像澳洲 澳洲台灣人很多 然後在愛爾蘭他們人不多的話 就會覺得 會比較 比較 團結 然後大家也會比較 不想照顧 而且在愛爾蘭的 嗯 市區的話 其實還蠻小的 你走到哪裡 可能就會 遇到 認識的 可能遇到一些敵人 或是不想遇到的人 然後 還有一些其他的住處的話 可能你也可以找一些 青年旅程的部分 或是 嗯 Couching surfing 我不知道你們沒有聽過 它是一個免費 然後比較 像是可以 免費的 不過很危險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女生的話 剛開始 你可以找那個 讀人士女生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他們是偏向於 當地人 然後 讓你待在他們家 然後體驗他們的生活啊 或是一些 他帶你去一些市區啊 跟你說哪裡好玩啊 之類的事情 然後工作的部分 可能是大家比較想知道的 因為 呃 比較多的話 就是中餐館嘛 中餐館就是亞洲人 那 亞洲人的話 你也知道就是 中國人 那 在那邊的話 呃 最低薪資是8.6欧 那他們的話 給的都是 5欧或6欧左右 然後我剛開始去的話 就是有到一間中餐館 然後 他是只有給6欧 我是剛好 也是另外一個 男人 他就是要離職了 所以 我剛好還蠻輕鬆的位置 然後 白人餐廳的話 可能就是愛爾蘭人 比較多 然後 他們 像我另外一個工作 他們是給到9欧 還不錯 嗯 如何找工作呢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就是 靠屏幕真的很重要 所以 你在 工作上面認識的人 其實可能都 會是你以後的鬼人 對 那 當然不懂的問題 也可以問他們 他們 我覺得他們也都很好 可以幫你 解決一些 你不知道的問題 嗯 那 像 他們一些 比較 該注意的事 像就是 像我們拿 打工部大簽證 啊 又 左邊那個 他那邊他會有 他有4種 SAMP 然後我們拿的 SAMP是 1 1到4號 然後我們是1號 1號其實是不能工作的 所以你如果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要帶著你的打工住家的簽證 然後讓那個僱主看一下 你其實是有授權 然後可以在那邊工作的 不然 他如果看到你是3萬的時候 他是其實可以不會 他不要讓你有工作的 然後右邊這個的話 就是稅號 你去辦那個稅號的時候 他會發給你的 然後也是 你如果要工作的話 你也是需要稅號 然後部族幫你保稅 才可以工作 那吃的話 因為我之前都在盛檸檬酒 所以我就在那邊吃 然後有時候還會打包人家 然後有時候還會包很多 然後請朋友來我家開包 然後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在歐洲的消費很貴 但是我反而覺得 他們如果有一些特價 或是在那邊 怎麼說 反正就是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貴 反而有些東西 還比台灣還平衡 那衣服的話 我不知道會帶來 有可能要穿蘇格專 可能那邊就是常常下雨吧 然後他們也不會穿雨衣 也不會撐傘 因為像我們看到撐傘的一定都是台灣人 都不用想 一定都是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用台語跟他講話 就知道了 然後就 奉勸大家不要帶雨離去 因為真的很好笑 然後行的方面呢 他們有點這個 有點像那種CP5 就是你可以租 你也不知道 好像才20歐吧 可以上網他看看 然後你也可以走 因為我就蠻好住在市區 所以我去哪裡都要走的 然後他們的工程也蠻好的 你可以下載他們的那個app 然後他公司上面 還可以使用 所以你搭車 然後搭公車的話 其實就好 還蠻方便 你可以 找到機場水 然後馬上在工程上查 這樣 然後像他們也有行軌啊 走車啊 都蠻方便的 然後你可以就是下面 好 接著好 它有點像 這樣子 你再問你直接一點 主要的話 在市區就是都是酒吧 所以你沒事的話 就可以去喝酒 然後你從中午就看到一對 最大路邊的愛爾蘭人 那你如果想要跟他們 愛爾蘭人 跟他們認識的話 其實在酒吧 就是最方便的方式去認識他們 那我在那邊的時候 那我在那邊的時候就是 好 不同什麼說 我也上去做 然後 比較大的活動就是在 大家都會穿著綠色的 對 就是全放假日 然後他們有一些遊行啊 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有一個雇主 就要我這一點上班 雖然他們的國定在日 就一定要領發佛 記住喔 他們有Bank Holiday 就一定要領發佛的錢喔 如果沒有領到他 然後 他就要我這一點上班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打工度下的 在日子的綠主 所以 他說我不要上班 然後他就把我敗了掉了 可是 他把我敗了掉 還是要付我 算什麼 什麼費啊 資遣費 對 他還是要付我資遣費 那我就拿著資遣費 然後又去玩了 那後面有一些 就是我在愛爾蘭玩的 照片 然後中間那一張 如果大家要去的話 就是 記得要 嗯 查一下 住愛爾蘭台北代表處的地點 然後裡面的陽光都很好 沒事可以去找他們聊天也沒關係 然後像左邊這個就是 Sanpatch Day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 會瘋了 然後右邊是一個公園 然後那邊有很多路要找進 然後你也知道 愛爾蘭最有名的 那就是Ganis的酒場 所以去那邊的人一定要去別人 然後他們的酒吧 常常有 像左上角那種 Lifetime 那個氣氛還蠻好的 也可以去看看 然後 這些照片 就是我後來去其他 歐洲國家玩的時候 有拍照的一些照片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比較重要的事 像我那時候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過澳洲 然後 嗯 我就有被 嗯 一些中國人騙發 所以我就學乖了 然後那時候在愛爾蘭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不到最低薪資嘛 他們只給六歐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把從 我七月到 我把每個禮拜的版表都拍下來 然後他們也有那個薪資 一個信封的 然後我也都留下來 然後他們的算是勞工局嘛 我不知道他們是稱什麼東西 可是英文叫 inspector 然後他們就是會 在很多的中餐館 因為他們其實知道 中餐館都不會 給到最低薪資 所以他們都會 到處去查各個中餐館 然後他就剛好 來到我們那邊 中餐館 他就會問你說 嗯 你一個小時零多少 那我就老實說 因為我也不想要說話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一個小時六歐 然後他們就 規覆過的幫你 所以雇主 爭取到 你 他在補給你的錢 然後後來我又拿回他 該給我的錢 對 算一算 有1800歐 所以 對啊 所以 1800歐其實你可以玩蠻久的 所以大家要因為 有工作 然後就好像說 5歐 沒關係 可是我聽到很多人說 可能這樣去然後 大概又擔心語言可能 沒有這麼好 是不是就在公餐館 先工作 先做 可是 就算先做的話 他也是要給你最低薪資的 對啊 所以大家還是要為 就是保護自己的權益 該你多少就你多少 然後像阿爾蘭的話 他們 如果你是做兼職的話 100個小時的話 他們會多給你8個小時的那個 像是holiday pay 所以這些其實有很多很基本的訊息的話 在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或是也可以 等一下 我問我 可以再一一的跟你們解釋 不然這時間到了 好 我們掌聲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唐曉雯小姐 跟我非常在加拿大的經驗 請大家這些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掌聲歡迎現場的各位年輕人 大家好 我是Jocita 就是駿大打工夫 我是第一屆的駿大打工夫 講到時候只有200個駿大 但現在是960個駿大 我想說一下 我會用這個飛行員的那個背景到後面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自己共產的飛行員 就敢出去追夢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2009年到2010年的時候 是去打工遊學 因為那時候 加拿大還沒有來發揮台灣 打工夫家的這個案 因為太喜歡加拿大 所以打工遊學結束回來 馬上申請第一屆的 2010年的打工度假 那就是 申請無大事 就愛世界到處無遊 目前走過20個國家 跟80個城市 不過這些紀錄大概就等於 那個我的存款證明 那這邊大概帶一下 因為當調查辦事宿 沒有拍照 所以我可以帶來帶 那有一代 小漢有拿到 為大家 給了那個 那個 巧思特方面 第57頁 上面都有寫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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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概是998萬 它面積是臺灣的275倍 然後人口是臺灣的1.5倍 那其實是一個很舒適的生活 那這邊我可以講一下 工作的部分 根本跟 去打過生活 比較大的城市的 主要稅率跟 基本時薪 那大家可能會 生活上 其實在加拿大工作 生活費來說 一個月大概是1千塊加 基本生活費 所以以正常時薪 10到12塊來說 其實你一週只要有工作 25個小時 你就可以看過 你的基本生活費 那超過25個小時的部分 就是你的旅遊跟Shopee經驗 那你在加拿大看到的 所有的 就是標籤上面的費用 所有的稅外加 就是 10塊錢加幣 它的金額是快展交易 假如 你已經整個溫度法的城市 它就另外再加12% 那工作來說 大家可能會說 這樣工作好不好找 什麼 你畢竟是到一個老外國家 其實你的英文程度好不好 跟你工作好幫忙找 一定有一定的影響 那當然都希望大家說 你不要說 我到了外國家 我可以去 當然去工餐廳 華人的餐廳 也是可以生活 可是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你都已經被打敗你的地球了 然後你還是在華人的環境打工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工作的部分 還有講到的是 就是 進到加幣 那你除了在海關 你會先拿到核可信函 簽證的核可信函 之後你要在海關先 在海關的路徑之後 你要在Inigration Office 移民局的辦公室 換一個正式的工作簽證 那你並不是有工作簽證 有些工作 你進到加拿大之後 你還要去申請一張定卡 就是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就是所謂的社會保險號 有點類似我們的勞保卡 就是你報稅 雇主報稅 都需要用到Social Insurance Number 那如果說雇主 沒有跟你要這組 其實可能也是一個 黑工的一個可能性就很高 因為如果你是合法的工作 原則上都需要這一組 報稅的好 就包括你自己要報稅 或付出要報稅 那另外就是我們合法打工下 可能還會需要簽訂勞動契約 那勞動契約上面可能會註明你的 實心 你的工時 跟你的工作內容 大概是這樣的 那交通的部分 在加拿大主要公共用途可能就是有 捷運 公車 地鐵 跟SIVA SIVA就是海上保持 飛機 火車保持 租車的部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25歲以下 通常租車的保險會比較高 保險費用會比較高 那大家出國前一定要記得去申請國際駕照 那在加拿大其實都比較 北美來說比較特殊的狀況 火車是最貴的交通工具 比飛機還貴 火車最貴帶來飛機 然後帶來採地方 保險的部分 大家一起想想 以加拿大來說保險一定要保 而且建議加保當地保險 因為當地的醫療真的非常非常貴 如果你要看個原報 可能就是一百塊獎幣左右 那如果不小心跌倒 就是要掛急診那些 大概都要一千塊獎幣 之前有一個打溫護駕有朋友跌倒 就想把門針手速逢兩針 搭台東的錢 960塊獎幣 大概一個月的生活費出去 那我會建議保當地的保險 也是因為台灣的不管旅停險 或是健保也許有離婚 可是你會壓了一筆錢 那這一筆錢 有可能是你一個月到兩個月的生活費 那你要回到台灣才能升起幾步 我覺得在時效性上可能就沒有那麼實際 所以保險的部分真的很重要 那最後因為今天只有十分多 我看第二講到的沒有 一個是我個人 大家可以掃訊完後 然後另外有一個 加拿大打工戶架資訊社團 大家也可以加一下這個社團 那上面有三萬多人 那歷屆的打工戶架 所以上面也很認識 我會在上面分享資訊 或大家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在上面 那我的Facebook 加拿大都可以發資訊給我 如果還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因為想分享一下大家就是 資深非暴客主持營有出本不寫的句話 就是出國不是限單旅行 也不是接近 打工戶架更不是生命的魔術師 那想分享給大家的是 不要把出國當成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覺得出國 你出國已經不光是代表你自己了 你同時還代表了台灣 那你出去都不要做違法的事 就是出國度假打工 絕對是你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出去寫一篇 屬於自己的精彩 那態度絕對比任何事情都還重要 那好 分享一些照片 這是我去黃昭聖看極光 在那個加拿大西北地方 真的很美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加拿大你要看 我覺得會有不亡死生的感覺 然後這比較特別的一些活動就是 國際五庫日 它有一個指定日期 好像北美歐洲都有一個這個活動 就是你指定的日期時間 他們就上Skytion就是捷運 然後一上去大家就把外扑脫了 然後在市區廣街串臉 然後另外一個是裸體腳踏車 然後那一天 照片頭我講 大家都是裸體在騎腳踏車 然後在文革房市區站 我是沒有參與 就在旁邊偷拍照片 然後這是萬聖節 然後我們 這都是當時打工度假的成員 萬聖節當天你如果不化妝 你反而變成一個比較奇怪的 因為整間的人都是這樣打工 包括小朋友 包括坐地鐵的人 其實大家都是盛裝打工 大概在一個月前 其實所有的商店 都會開始賣一些 保外聖節化妝的東西 真的很好玩 我就望聖節比驗但節好玩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因為美國就在加拿大合幣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會把 加拿大西部東部都玩一遍 然後那時候去黃石公園 這些都不用修騙 黃石公園真的很美 那大家就 到了加拿大一片米 我都去把它玩一玩 我那時候沒有從溫哥華 一路到勒斯貝格九天的行程 就是Royal Trip把它走完 沿路的風景也真的很漂亮 好 那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澳洲度假打工的 吳慧琪小姐 請大家來掌聲歡迎 各位長官 以及今天來聽 我聽我的打工度假分享會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分享澳洲法公度假的這一塊 那我一樣要用十分鐘 來把我在澳洲兩年的生活 快速的用圖片呢 然後我會用非常精簡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佛文欣 然後我是道地的高雄美農人 也就是客家人 再讓我發揚一下我的母語 那首先呢 我出發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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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發的日期是 欸 等一下 欸等一下 過根了 幫我挑到第一張抱歉 我出發的日期是 2011年8月2號 然後2013年8月2號回來 所以總共是兩年的時間 那我今天用八部曲 來講一下我的兩年的過程很快 剛剛是打工度這樣再過去吧 我的八部曲很快 首先 出走手不去 加彭革命 相信要出發的青年選擇 或者是在家 家長流來的話 一定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 你為什麼要出去看台勞 然後 其實 我最後其實電話當時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是用寫信的 你一定想像不到 我的名字的力量有多大 就是我剛剛就是看完我的線之後 然後因為我從小打台球 然後打個四四年一直住 從中開始是住校 然後他都說我已經 就是已經有年紀了 為什麼還要出去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 然後我這 我這十四年了 我真的是 不太在訓練 我就想要出去走走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寫了信之後 開始跟我家人的關係 反而比較親密 因為我覺得他知道我在想什麼 而不是說 你應該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就是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就是照他的藍圖這樣子走 那第二部曲呢 到了澳洲之後 第一個就是 找工作 那 一定都會有等東西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講這一塊 就是 不可能說你一到那邊 公司 然後就來幫你接走 所以找工作 其實他這一塊 只要Google的話 一定很多工作 但是合不合法是其次 很多黑工 合謂黑工 就是Cash Pay 我給你現金 那如果你願意去做黑工的話 你就要冒很多貢獻 可能是受傷啊 然後一些沒有理賠的 理賠的一些相關事宜 所以我覺得美好的事務值得等待 我等待工作等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當中我做了很多事情 但我都找紅情供為主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在短時間 存到我要的旅備 然後去旅行 然後我開始就是去找工作 然後我一個月後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就挺挺難過 然後我媽看到我的同意的時候 其實他其實很難過 我說你不要不喜歡抬 我們家必收回來 像交水比重 然後我就想說 那當交農 其實我就有跟他講說 不一樣的體驗 我今天來做一個月 就已經撞飽了我的旅備 然後我就想請說 那找工作我就沒沒大改 那我還有一個小秘訣 如果要去的話 去澳洲的超市很多 你們可以去那個蔬果那邊有沒有 如果要找農產工的話 那在包裝旁邊其實都有一些 他們工資啊 你就直接把他的E-mail電話炒下來 我跟你說那一定是合法擺工 除非他又配黑工的工頭給包容 你不用去期待大陸工頭 還有馬來西亞工頭 太多美好的東西到最後都是你掌控 你要相信自己 自己看到自己聽到的其實是最實際的 然後這就是我做的第一份工作 很辛苦 那我覺得我很好享受 因為每天跟不同國家的team 因為台灣人可能奴性壯 就是配合度很高 今天這個team沒有人 你就去那個team那個team那個team 然後每天都在不一樣的頭 那我從那邊工作五份 就是包芒果 才包芒果 還有包鳳梨 蔬菜 上至最頂部的北領地很熱嘛 然後下至南塔斯 塔克曼尼亞接近南京 蔬果採收 就是那個橘色的那邊 每天大約三到五度 做採收蔬果的工作 然後馬鈴薯啊 那個蘋果採收 其實這些工作 都是真的是要靠 有些是靠朋友 那有些真的是一直在Email 最後海蘋果跟馬鈴薯那兩個 就是我在後面的一年半的時間 我就買了環澳 環澳的車票 然後邊環澳的時候 我就邊寄Email 如果說 我就想像如果真的到一年半 都沒有人回我的話 我就回台灣 所以我就很幸運的就是南澳 在阿德雷格那邊 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小鎮 老闆就是說他們需要一個 身高170以上 那不讓我們那個條件 你必須要上一個雞排 不然如果雞排太難的話 就是這樣在做那個規定 那這是我的那個 在工作的部分 因為度假有打工嗎 其實我去那邊兩年 真正打工一年 度假玩了一年 我接下來去旅行 第二年剩下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去做這種事情 旅辦很重要 但是我第一年是有旅辦的嘛 那第二年他們回台灣之後 我就開始自己一個人旅行 其實遇到非常多的錯誤 但是我覺得 那都是我跟他有的其中一個經驗 像我買那個馬上火車票 每次登陸的時候 每次要去那個做火車的時候 因為我火車可能一個禮拜開一次 然後他就是要每次跨位的時候 他就說你要先付14塊的那個 火車票的那個畫位 好像也一樣 我都不懂他在講什麼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好難過 我真的好想扣喔 然後在火車上哭一哭又睡著 然後第二天 還吸引頭龍 因為我覺得你要自己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那這邊都是我自己去旅行啊 然後 第五步去去冒險 很多不敢做的是 你澳洲極限運動很多 你玩不玩 看你敢不敢玩 高空難跳 其實我也沒什麼跳 是因為朋友說 7個人以上才365澳 然後我想說好去 其實那個飛機門一打開 我就很想退出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跳傘啊 就是前面朋友那我跳傘 都像冒險王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 就是 成本的那個冒險鬼 所以我就很想哭 我就發了365澳 我就 怎麼只有 只有這張畫面可以看 然後去做的深淺 然後這邊 搖覽車這一張 我覺得很妙的是 也是經歷的一部分 我們坐了那個從北嶺 搭了33個小時的車 到公式南城 我朋友說 有什麼搭飛機 這個小時就到了 我說 很便宜一樣 100澳 然後也是一種 你從來不會想說 33個小時 那個司機也很長 就是一直直接 都不讓你休 下次釀釀釀釀釀吃飯 然後 搭到公式南城 他幫我人下來 在那邊拍個照 腳腫的跟豬腳一樣 一直在那邊 你坐飛機 很累 我也覺得這是經歷的一部分 那 第六部曲呢 面對 我去 那個 南澳的時候參加了一個團 然後整個團裡面 只有一個亞洲女生 其他都是歐美的年輕人 那我最紅的兩個朋友 就是一個英國70歲的爺爺 跟一個法國60歲的奶奶 好 英國爺爺的 英文很好 但是他的鼓都聽不懂 就是他一個蛤 蛤 蛤 然後 那個 法國奶奶 英文非常不好 這種都是那個 一直在那邊肢體語言啊 然後我從大陸市上學習到很多 為什麼 其實那個爺爺呢 他其實就是說 不過他已經 他覺得他人生活夠了 他的孫子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他去旅行 所以他下一站 就是要去牛市場走病島 我會覺得說 我在走那個健行的時候 他都在穿那個管罩 我都很想去穿圖他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勇氣 然後法國奶奶他也在 他說他英文不好 但是他就是想去錢 我就跟著今天覺得說 你出來Walking holiday 其實你爺爺好像會到台灣 你要怎麼去面對 其實回去之後可能很多朋友都是 很好的工作啊 結婚生子 可能你要從零開始 你還不害怕從零開始 那最後第七部曲最終招 我覺得生命是有很多無限的 也許你還從沒發現 因為你害怕改變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很舒服 很舒服很舒服 如果改變了 我可能會失敗 但你有沒有想說 如果我 我可以去搶成30歲 別再一交 其實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所以夢想從沒有遺棄 你出現你遺棄的他 你 因為我本身是在從事那種 特殊教育教學的小孩 就是教一些身心障礙的小孩 一切自立的 那我現在在學的是綁型代 我常常都講說 你不會沒關係 你就是一直說 一直做 一直做 直到哪一天你可能 只是會打一個班級 但我覺得你自己去做的他 我不會 就是在那邊 因為你沒有嘗試去改變 所以我常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我2013年回來 他們就是說 哇我明天也要去 我後面也要去 因為現在澳洲太多人了 那 我一直到今年2015年 身邊有很多朋友在那邊 然後我們那個啊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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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太多了 想太多其實就是你害怕去改變 所以最後啊 我希望就是 用這八度許的一起來鼓勵 想要出發的人 那 就是做一張國際獨立 我自己去參加的土耳團 其實也是空虛寂寞 我覺得的人 因為每次都作為一個亞洲女生 然後都會 然後都會 我覺得就是用你的行動啊 去看到不一樣 也可以讓你在認識台灣不是太多 因為我常常說 我從台灣 他們就說 喔 台南 然後就會覺得很難過 對啊 那最後我就是希望 能夠幫助到 然後再嘗試所有的要出發 或是計畫準備出發的青年選舉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所以聽完了 四位青年朋友跟我分享這些經驗之後 相信一定有人意猶未盡 那沒有關係 待會呢我們會休息到3點50分 那這段時間呢 大家都可以來找我們青年朋友 都有交流 那另外場外呢 設有些攤位 他有準備一些小點心 大家也可以到外面參觀 那待會第二個階段回來之後 我們會有更精彩的祝華外表 來做個介紹跟說明 那現在我們就先休息到3點50分 謝謝大家 再回到我們第一個階段的一個活動的現場 好 那接下來呢 會邀請到我們祝華代表 也要介紹一下一些 比較老有國家的資訊 那首先我們第二隊掌聲歡迎 華蕭狂運辦事處的 威德胡處長 請大家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要先跟你們介紹波蘭到底在哪裡 因為應該很多 都不知道 波蘭是在 中歐 下一個德國的西邊 然後 也 旁邊有街客客 小小的俄羅斯 還有立陶宛 白俄羅斯 然後 我們的 土地大概是台灣的九倍 然後人口是大概台灣的1.7倍 波蘭是 就是波蘭的國企 波蘭的國徽 然後波蘭的貨幣 我們是用 不是用歐亞 可是我們是 歐盟的通源國 然後也是在山根區 所以 從波蘭去 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回家火車可以 坐飛機 坐飛機 走路也可以 然後波蘭是 用自己的語言 是波蘭的 然後 他是用拉丁字母 可是也有一些很多 很多不同的字母 所以波蘭文才有 像這個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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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波蘭文有一點難 然後 然後 他的溫排也很複雜 可是 基本上到那邊 跟年輕人溝通也可以用另外 然後 不然因為是馬拉大的國家 所以也有好幾個很大分數 然後每個都管話都不一樣 然後 首度是華沙在波蘭的中部 然後最漂亮最多文化歷史的城市 是卡古在南部 還有 有很多地方回去 然後 都是大城市蠻大的 波蘭也是很適合去旅遊 而且 東亞大公的目的 本來就是 旅遊為止 所以 除了這些大城市以外 我們還有 很多 很多 世界異常的一些經典 其中 一些是 馬爾堡 是 歐洲 最大的 中之地的城堡 還有一個 標誤介紹的 他是 突然的 東部 然後他是最 這個好聽 叫 元宿森林 他們就是 沒有 任何 人造的影響 歐洲只有 所以一個人 才是這樣的 然後 那邊又蠻特別的 一些東部 像 也有 還有個 這個 Delichica的 岩漠 它 它 是大概 大概 600 600多年的歷史的一個岩漠 700多年 然後 你只要走路 都走路 一條 地下 300公尺 然後裡面都是 那個 岩座的 整個岩漠 然後 也有 教堂 然後 也有很多 跟 跟外面的 世界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一定來看看 嗯 突然有很多 食物 嗯 也是 就是 像 Ostipac 就是 波蘭 南部山區的 因為我們波蘭 南部都是山 北部都是海邊 然後 南部山區 也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 就是 有高山主的 嗯 就有一個小部分 就是有高山主 然後他們有自己的食物 其中一個是 Ostipac 這個基石 還有 Ostipac 還有 Ostipac 很多 不一樣的點點 嗯 然後 波蘭有名的 也是 香蕃 嗯 對於它 是新鮮的 然後可以買 可以直接吃 還有 蜂蜜酒 然後 波蘭也是 山上很多農產品 像 蘋果 或者蜂蜜 這些東西都 在波蘭上 然後 非常非常便宜 蘋果 好像一公斤 只要 只要十塊塊地 所以一顆蘋果 可能一大塊 也有蜂蜜酒 也有蜂蜜酒 嗯 這也是 不然一個 最有一個食物 就是 就是 跟台灣的教育 有點不一樣 因為現實 不一樣的 比如說有 汽子 或者有 蒜白菜 也不 嗯 不同的口味 然後 現在我要介紹 打工的 部價打工的簽證 嗯 我們是 今年才開始 所以 目前 還沒有 還沒有 已經 已經有 差不多三十個人 去撥打 可是還沒有 還沒有人回家 是愚蜜 目前還沒有人 可以幫你們介紹 他們的經驗 可是明明一定可以搖 嗯 反正 這個先生是十二個月的 然後其中 六個月可以打工 六個月 嗯 可以旅遊 嗯 然後 嗯 每一面的女友是200個人 然後 嗯 十八到三十歲都可以贈行 然後也不可以跟 兄弟姐妹一起申請 然後可以證明一致 嗯 嗯 然後 主要的要求是 嗯 要有十五個月有效的補照 還有 可是其實單純交易 嗯 嗯 然後 要有 那個 海陸證明說 有 戶頭有兩千塊歐元 就好了 嗯 還要買一個比較特別的 比中藥物有 身邊留意到保險 嗯 然後又要寫一個 幾把 更多錢 嗯 嗯 然後 申請要 進去我們的 商店 遠近代曆 嗯 然後那個 最重要是 很簡單的 用信用錢 然後又一出來 然後自己 就本人來辦 去吃飯 然後 兩天後就會拿到 嗯 然後 在那邊來 一個工作 就是 其實跟 其他很多國家一樣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 記者語言 就是 也不是英文都通 所以最好找一些 比較國際的 環境 像 輕人 輕人魚館 或者 或者叫中文也是 就是 因為我們 其實沒有很多 學校之教 中文的 可是很多人想學 嗯 然後也有一些 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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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上台後來 然後 接下來我要 給你看的影片 對 歡迎你們 來到後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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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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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歡迎你們來到波蘭 而且你就要記得來波蘭就是為了轉錢不是上你的典禮的勞動 就主要是你的經驗 謝謝 好那今天我們要歡迎的是澳洲辦事處的布瑞斯副處長 其他隊長先歡迎 首先我想感謝我台灣長期的朋友邀請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也要感謝你們台灣年輕的朋友聽我的一個小的報告 首先我也要抱歉我的總文沒有我們波蘭同學們 所以讓我走路請你們遠遠 那我也想跟你們波蘭同學非常同意她的 剛剛說的就是那個導動獨教最重要的名叫 就是有環化教育有一個新的經驗 就是學習新的知識 不是有一個轉線而已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一個想法 那去澳洲澳洲的時候 那你們已經知道澳洲的責任非常美麗 有很多海灘有沙漠 有很多海灘有沙漠的國際區 來談一下去去玩 那澳洲跟台灣有一點不一樣 澳洲是台灣的210年 就是我們的人口差不多 所以雖然我們人口跟台灣差不多 那除了我們的沙漠 我們的海灘 我們也有一些很美麗的城市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那個水裡 水裡已經打下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澳洲 其實是打的這張 而且我們的世界中的文化非常有多人化 我们是一个英文国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澳洲人 在海外居上的 我的家人本来是威尔4人 我爸爸的家人本来是苏格兰人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台湾朋友 也有很多朋友 什么都有 我们也有很多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欢迎 我们提到外国人 外国朋友来澳洲 我们像台湾一样 也有一个非常豐富的原住民的文化 一个非常固扰的原住民的文化 那去体验澳洲的时候 你也可以关系工作 可以营养工作 而且也可以学习英文 去学校学习型的阶段 有一些极端的规定 首先你可以追踪 寻入十二个月 或者如果你符合了一些 一些计划的规定 你也可以签行第二年 就是说 如果你在澳洲第一年 第一年的时候 在墙上工作 还是在一些特别的墙面 比方说在农业等等 最少工作三个月 所以三个月以上 你反正申请第二年 就在澳洲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台湾朋友 都决定工作 所以我们 看起来就能在澳洲的生活做 那你也必须学习 所以我们常常建议 你们去澳洲的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英文还不好 那么可以学习四个月 最多四个月 学习一个英文课 那就是我来的财问 比如说好的 我的种子还不太好 所以一直要学习 我觉得这个容易的 你在哪里的体验 更好一点 那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我们的导供主教的现象 为我们的台湾朋友 没有任何选择 所以比方说 局面有坏到 三万台湾年轻人都去澳洲 所以就要符合这些指定 才能得到现象 其实台湾是导供主教 在三十四个月的人最多 那像伯浪一样 你要在十八岁到三十岁 那个人需要申请 所以就要一个台湾的福祷 如果你要申请的话 可以去上网 读申请 我们在我们的网站 也有更多关于前段的台湾 当然 因为去澳洲的时候 我们希望你在哪里的时间 非常非常安全 所以我真的要提醒你们 都要买到保险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而且万人有一些保险的广资 可以看他们的资料 还是相当地看其他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讲库跟台湾的讲库 当然我们要 进最大努力的方面 如果有发生任何意外 或是我们没办法 是从你们的培用 比方说我们的健康肺炎当中 所以我觉得要准备好 那也要注意一下其他安排的 同样的地方说 我们在澳洲开启的时候 跟台湾不一样 我们就靠左舟 所以要开启直线 然后手机一下 做两个澳洲的开启情况 怎么样 那交到总部的时候 有一些网站 就是整部的网站 所以非常安全 如果您觉得在这里的机会不够 还有其他的 地方说 c.com.au 就是自立公司 有careerone.com.au 有很多 可是我觉得您要注意 如果您活过一个自立公司 还是中间公司 找到工作 在国序 很新的 有一些 有一些 男子 一些人 都会骗人 所以 如果您觉得 他们的条件不好 他们工作时间还长 我觉得工作还低 你们要在我们的 我们演过 他们就可以 给您 建议 给您 治疗 让您 您们了解 您们在澳洲的 劳动 传利 因为我们要 特别要避免任何 不好的劳动情况 所以 他们也有中文服务 所以可以用 如果您 觉得 不要做 应用 您不可以跟他们 说中文 不解消 不解释 您的情况 那在澳洲的时候 我们也 今天 跟澳洲的年轻人 有工作的时候 不理他们来台湾 因为我们住在台湾 我们不想 他们是正好 一个地方 就是没有 不够的澳洲年轻人 台湾 所以 我们希望 他们可以一样 有 有 好的 女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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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未来 因为 要任何其他的 那个小 大 的 资料 或者是 要 网友 可以 透过我们的 联署 还是 网站 咱们 走空 在我们的 联署 我们 接触 我们 有 Live 有 网站 你讲的 对 看看我们的 联署 因为 我还是我们的 FB的词 因为 我们常常有 关于 这个 打动 主要 相对的 资料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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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照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那我们在场的不但有各部位的代表 而且还有驻外单位 就是外国驻台的代表 那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实际到国外去的青年 都在现场 所以不管说你们对于这个度假打工 需要准备什么 需要注意什么 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这个就把时间给各位 各位经常踊跃发问 时间很有限 越早举手越能解答一个问题 好 现在开始 通常这种场面是很正常的 我们前面办了四场 一开始举手的人都很少 到最后就一个一个一个 到最后时间要结束了 手还举个不停 所以你们就看看是不是想要先获得解答的人 先抢这个机会 因为到最后我们可能时间到了时候 可能就没有办法充分的 重复你们的问题 对 在你们在想问题的时候 我先做一点报告 就是我们阻力在致死的时候 他有讲说 对于度假打工 我们青年署有一个贷款的计划 你们听到这一段 这个叫做青年海外生活体验贷款 那这个贷款计划在这个手册里面也有 那他主要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提供青年到海外 不管是度假打工还是去旅游 他的第一桶金的预备 就是说他先给你提供 其他也可以买机票跟负担钱 以前一段时间看地区而言 有的时候是一个月 有的时候是三个月不一定的生活费 然后在这段时间 可以赶快去找一个打工的机会 那很多人带这个贷款 以后他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 从出国到这个海外度假打工的期间跟回国 所有的费用都是他自己卡的 等他回国以后再来付这个贷款 那所以你们应该很很关心这个贷款的金额 那是多少钱对不对 这个金额当然不会很多 就是12万最高12万 那你回国以后每个月平均大概 差完两千多块钱 本利益一起还 那你如果说当回国还没有稳定的工作 你可以只付利息 不要还本金有一年的期限 所以他最长可以到五年 五年里面有一年叫本金关限 那你假的 你这样看一个月付两千多块钱 就是相当于你一天省下一杯 一天stop up 的咖啡就绰绰有余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带这个贷款 然后就跑到国外去做家打工 这个贷款从0904年开办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已经协助了三四千的青年贷款 完成他们的海外的梦想 然后到目前为止 你们一定会想问说 会不会有人没有还钱变成呆帐 有 有几个 两个 三四千位里面只有两个 没有正常房价 所以基本上 99.99%的人都已经还 所以这个对于 对于想要到国外去付家打工 又 没有存以前的同学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贷款的计划 那你们一定会问说 那有没有名额限制 以前有 但是因为需求踊跃 所以我们青年署想方设法 去把这个贷款的名额 扩增到没有限制 只要你们符合他的贷款规定 因为这个钱是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提供的 只要符合他们的 深贷的新的一些审查的规定 他们就会带给你 他们就会带给你 然后看你去的时间多长 然后他们会带给你需要的额度 那这个相关的资料 在这个手册里面都有 你们也可以上去查 这个是青年署 为大家所能够尽量做的服务 那现在有没有同学或者是家长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 请说 请说 小问 我想请问就是 如果我现在是大学生 然后我有做学贷款 那我之后如果要去国外 去打工度假的话 那我可以就是说 我去帮那个青年的那个贷款 然后我去国外打工度假 回来贷款 就他们本身有贷款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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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第三个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最近邀请回报的新闻 说 可以管理贷款 比较贷款 我也是就是 因为我最近看评论报 看到他有说 有关爱兰 打工度假的这一块 他有说什么 时速费一个月 差不多台币一万七 或是 时薪十五欧元 打工八个小 这是一个礼拜 还是一个月 然后月收一千两百欧元 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 对啊 这个不信正确吗 ok 那关于以上三个问题 我先就这个助学贷款 你本身有助学贷款 那是不是还可以再贷 这个既然社会体验贷款 没有问题 我先打呼一下 那关于这个问题 只要你在申请的过程 因为申请这个 那个海外社会体验贷款 需要一个保证人 那这个保证人 如果说他可以获得银行的 这个信贷的审核程序通过的话 你一样可以带 并不是说你有助学贷款 你就完全不能去带这个 就是说你有机会可以 一样可以获得这个 清理海外社会体验贷款 审核通过的机会 主要就是看你的信用状况 跟你未来的还款能力 还有你的保证人的 那个财力的部分 这样子的回答OK吗 好 那这个至于加拿大去美国的问题 还有这个 那个爱尔兰的相关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请 加拿大我记得有一位 对 就基本上 你吃这个 去加拿大度假打工的 你只是允许在加过境内 那你要在市入境美国的话 除非是你是去观光的目的 观光现在入境美国 有时候会Extra 你要申请Extra 就可以观光入境美国去观光 但如果说你要去学习 那你一定是要申请那边的学生签证 就是说我会比较不建议 有种方式先入境加拿大的去美国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加拿大跟美国 就是用台湾护照 如果观光身份来说都是免签 那加拿大可以来六个月 然后美国可以来三个月 那假设说我们从加拿大要去美国旅游 你如果过的是陆入海关 他是不需要先上网身体Extra 你陆入海关就是你拿 可是他要先知道你在加拿大是有工作 你在加拿大的身份 不管是观光 或是打工赴架 那你再入境美国 他在陆入海关直接就是六块钱 他直接在陆入海关就可以拿到一张 我们所谓的小白卡 他可以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内你要在陆进美国 都不需要再重新申请 那你的问题是怎么从加拿大去美国 那就是看你还想去 就是假设西岸 你问东方还想到西岸就是两个小时 那我们走的就是陆入海关 那他一样会有一些内陆 内陆班机就是北美的班机 你可以从加拿大到北美国 那北美的长远方面都很有成 就你越早便可以订到 非常非常便宜的机票 以我那修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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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这样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谢谢 我关于爱尔兰的这个生活费的这个金额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个苹果日报的这个讯息 不过我可以说在欧洲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就讲说一般的学生好了 你的住宿费然后你的生活费 还有你可能会要办一些这个医疗旅游平安保险 我只想讲当地 就说你在这边的这个国民旅游塔 就是那个健保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就在讲国外 你然后还有什么水费订费所有这些 什么管理费什么全部这样加起来的话 以我很最低来估算的话 大概600到800欧元是可以的 那当然还要再看 因为你可能有的人住的话 可能会说我是跟别人一起这个分担一个这个公益 那也有可能你是自己住一个这个房间 那这种情形的话 你的生活费或者是说这个住宿可能就会增加 但是呢你不会说讲的 我觉得好像偏高了 以我来看的话 一个人差不多600欧元 包括了你整个这样子来讲的话 事实上我是认为是可以的了 那如果说还要再详细的话 我想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再跟你再这样子看看 苹果日报怎么写的 那我们可以再跟你做一个讨论 好不好 谢谢 回答刚刚这位同学的问题 在那边的话最低的时薪就是8.6欧 刚刚跟大家说过了 那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为了抽旅费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有三个工作 每天都心思走漏 不过那时候一个月可以赚到大概1600欧 就还蛮多的 但是非常累 不过如果已经 或者他做一个小时15欧的话 其实我不太知道他做什么 除非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的工作 所以我可能做到15欧 不然如果以一般服务业的话 我觉得有10欧 10到12欧 如果是早天的那种的话 12欧其实就还蛮好的 但是都是要可能做到早上那种 因为他们酒吧都开的比较到很早 所以这个十金的话 12欧可能以早天的算是蛮高的 那15欧其实我们不太知道 对 不知道要不要再答 等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再深入教会一下 那刚刚后面我记得还有一位 普遂有举手 中间走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刚刚看分享者 他们准备打工去今天都是自己找的 那这个其实有在一直做 分各国中的打工副教的一个交易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 也有是由政府教会这边去合作的厂商 或者是可以打工去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看大家好像是自己找的 可是如果对于自己是要去自己找的话 其实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会有很多的阻碍 那我问题就是这样 喂 那个关于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部分 因为我们青年署有协助外交部 在发台英青年交流计划的 整个战略证明 就是说我们跟英国签的 不再打工协定 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 那就去英国的部分 就我了解了 就是工作你要自己去找 那至于其他的国家 是不是有相关合作 或者是有打工快速的 是不是我们已经外交部的朋友来回忆一下 来回忆一下 如果说我 通常都是老公 这边决定我的问题的话 我们基本上 我们在洽签 部下打工协定 是希望对我们 这个亲眼的朋友 能够跟 这个 就是自己能够充实自己的话 那另外是政府部门 基本上不会跟私人的这些仲介官司 有任何的这个签订 我们在老公的网页里面是 会帮你类似上查询 有没有这个合法 类似这样的分析 但是我们不会跟这个私人的这个 这个仲介公司有签议的这个情形 基本上还是你们跟仲介公司之间的一个 企业上的一个关系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哇 来来来 那位先 那位先举手 谢谢 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那时 在月有跟我们签订 度假打工的国家里面 只有澳洲一个国家是没有人数限制的 那在其他国家如果 如果总公民的人数超过了他的人数限制的话 那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改选 谢谢 好 来 第二个 刚刚那里有三个国家 就是我想问的也是名额限制的 就是那种想到澳洲是没有名额限制 可是像其他国家是没有名额限制 可是像其他国家就是有名额限制 那是不是可以一次 就是申请很多的国家 看就是哪些没有上 再继续在分析下一个 还是就是要等一个国家没有上 都才继续申请下一个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现在民间有很多就是所谓的仲介 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仲介很多 然后我想要询问就是如果要去每家这地区的话 那比较就是有名或是值得信赖的这些仲介公司可以做介绍 好 喂 关于这个人数的限制的部分 除了澳洲没有限制以外 其他国家都多少都有限制 你们可以看这个手册里面 这个手册的资料都写得很清楚 然后 因为我本身是负责英国的部分 英国每年开放1000名额给我们 台湾17年去 那我们为了要顾及公平公正公开 我们1000名额分成两个阶段 500 500 然后办理公开抽签 现场有律师 有政工单位 还有那个上级机关的 比如说外交部 他们都会派人到现场 然后还有民众都会到现场来看我们的电脑的公开的乱数抽签 那每一个名额 每一个名额都是公开抽签发给民众 发给青年 发给同学 没有一个名额可以私下授予 不管他是谁 没有人可以做这种事情 所以 你们绝对可以在非常公平的状况之下 去争取这个名额 这是对于英国的部分 那对于其他国家的部分 因为这个可能要问我们部里面的同仁会比较清楚 是不是 请部里面同仁作为回应一下 就会怎么办我们的连续者 然后讲到 刚才手机到了这个名额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这个代表 就是说驻外机构在这边的代表处 或是办事处的这个做法是不一样 不过呢我们所了解的是 如果说他有这个名额的限制的话 通常就都是照着这样子上网 他会去做一个登记 然后呢他们到了名额满了以后呢 他们就不再会接受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名额已经满了 那除非是说有另外的人呢 他可能资格不符合或者是什么的话呢 那么你们也可能会接到通知 然后会说你继续再来申请 所以如果说在这种行情之下 还是要看你想要去的国家而定 不能说我们在这边一代而 可能自然就去他们讲说 这个行或是不行 所以各位可能还是就说 你上网要去到那个国家去做这个登录的时候 要申请的时候呢 那你就必须要看看他所给你的这样子的 那通常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 因为我们青年到国外去打工 度假的这种情形非常的踊跃 名额一直都在增加中 所以呢我所了解有一些国家呢 是我们都一直还是在跟他们在做一些的这个 这个交易 所以希望说能够再把名额提高 谢谢 那对于刚刚提到的那个去美家 是不是可以提供比较吸引来的仲介的部分 那个刚刚我们外交部的同人也讲了 我们政府单位绝对不会去推荐民间的打架仲介公司 那基本上你们可以上我们劳动部的网站去查询 看他他是不是合法登记的或者是他是非法的 然后你们可以上FB或者是上一些社群去问 他们都有会有些交流 像我们刚刚的非常的同学 他们就讲说在爱尔兰他们就有很多的学长节 他们会有一个社群 我们就去社群去问 那想要去欧美的话也一定有相关的 因为我们现在跟美国好像还没签计 不知道我们只有加拿大友 那这个去加拿大的话 应该是有那个相关比较可靠的一个管道可以去查询 说哪个仲介会比较OK 我们是不是请唐小姐帮我来做一点回应 我想中间你 我不想你指的是不是所谓的代办 那是分配里面学校还是工作 那加拿大的工作来说 通常都是自己找的 那它比较不像其他国家的度假打工 它可能有些像日本 还是澳洲 好像需要透过重界找工作 那加拿大的工作的形态比较多 是以服务业为主 那所有服务业可能就是咖啡厅 餐厅甚至一些超市 那你要面对人 那服务业工作原则上都是自己找的 我们并没有 并不需要透过重界然后代办 那如果说语言学上来说 其实是可以透过代办 其实会比较多的优惠 那因为现场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 也可以加一下 加拿大打工附加资讯社团 那上面会有些资讯 那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加我们Facebook 然后有什么相关的 比如说语言学校的问题 或者你们可以再发Facebook的资讯给我 那我会再提供一些资讯 或者给你们一些建议 这样子 好 现在还有同学 1 2 3 4 可以问一下 可以问一下 然后 Facebook的Stand up 好 那个 我是 现在是 职业 就是 是军人 那我想问的是 如果说 您的假设 或是如果说 我到台湾部下 然后 我虽然有日期还没到 那如果 请我送 资料的话 会不会影响出 好 第二位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关于 那个 英国的部分 那赞助证明 他 什么时候 有给你的 那个时间 他说三个月 那什么时候 之间 会给我们工资 那一关于 英国周刑的部分 他后補 是什么时候 开始后補 就是我会 有后補的 那个缺位 对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听说明年 澳洲打工 要收 收那个 收入所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那的税额是多少 那 有关于刚刚这位 这个军人 身份的 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 去英国的度假打工 我们 你在报名的时候 你如果说出事 你即将退伍的证明 有你们的部队长 盖帐 的文件 证明说 你退伍的时间 是可以去 是抽完签了以后 然后 再在这里 三个月有效期限 你可以去办签证 的时间 我们就会 让你来参加抽签 不一定要得到 你退伍了以后 再办这个程序 那至于其他的国家 的规定 应该也是差不多 就是说 你只要退伍的时间 以后才出国的话 应该都OK 你可以事前先做这些 新政策刑的作业 但是需要有 你预定要退伍的时间 的证明文件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 英国度假打工的 这个 赞助证明的细节的问题 我们的赞助证明的 有效期是三个月 然后 你在三个月内 你必须要去 上网登录 你要去interview的时间 那 很多同学 他们就是想说 我要晚一点出去 因为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或者是说 他有一些因素 所以他拖到 最后一个礼拜再去 结果他就被reject 为什么 因为不是你上网登录 就可以排得到 被reject到之前 interview的时间 他通常 他通常会排到 一个礼拜以后 因为排interview的人 太多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你如果说 呃 临时有因素 有辩护 不能去了 你必须要在赞助证明有效 之前一个月 要提出你的放弃 要用书面来放弃 不然你就会 列为黑名单 就会被取消一年 再参加抽签的资格 然后至于后補 我们当然有后補的机制 因为 呃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每一个 呃 去英国度假打工的机会 这个1000个名额都非常珍贵 可是有一些同学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他还没有计划好 他只是想说 哎我先来沾个酱油 抽抽看 那经过我 从106年抽到现在 我发现那些 沾酱油的预计特别好 真的是特别好 然后 呃就会有这种 他们 反正抽到他们不去 也没有任何的 行政责任 可是就把这个名额 浪费掉 所以 我 然后英国又特别 规定说 每一个申请的人 一定要有三个月逐额的 申请这个签证的 就是这个赞助证明的三个月 一定都要保持 所以我们想方设法 因为我到最后就变成说 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 公告明年度的计划 所以明年105年的抽签 我们在12月就会公告 所以想要去英国度假打工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11月底到12月的 我们经典署 或者是IUSE网站的公告 他会把整个年度的作业几层 都秀出来 然后 呃我们在今年底会完成抽签 所以明年的赞助证明有效 是从1月初开始 1月初三个月是不到4月了 那4月初的时候 就赶快请英国去统计说 第一阶段500个有几个人去 申请visa 那没有去申请visa 比如说我举例 就是100个没有去申请visa 我们100个就赶快给它楼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本来只有500个 再加100个就变成抽600个 那抽600个证据 那抽600个证据以后 我们又担心这600个里面又有参加有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抽HOP 那抽500个HOP 然后到了我们4月份半 然后整个的报名申请审核抽签公告完成以后 可能第二阶段的赞助证明有效期间是到5月多才开始生效 那3个月过去是不是到8月多了 到8月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赶快去统计第二阶段有几个没有去申请的 然后就开始从HOP里面去地补 那去地补完了以后 会产生一个现象 我们后面地补的人 如果这些地补的人 他们口头上说 啊谢谢你我要去 到最后他又是沾浆油了 那到最后是不是还是会有空的名额剩下来 那这个我们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那个剩下来就是真的剩下来的 去年有119个名额浪费掉了 然后有人抽了4次5次 抽了好几年 没有抽到就是没有抽到 抽到最后一个大男生 目光含着泪水 然后说他已经下个月就要买31岁 已经不能抽了 所以我在这里非常诚恳的呼吁 真的想要去度假打工的 去英国度假打工的人 拆来参加抽签 把这个机会留给真的想去的人 不要去占掉这个名额 这个名额每一个都很珍贵 而且每一个都是公开抽签抽出来 把这个机会留给真的需要的人 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澳洲税制的问题 明年7月1号以后 就是基本上你要到澳洲去存第一桶金的机会 所以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听说它的税制很高 我们请澳洲的代表 帮我认一下 谢谢你的问题 没错 明年7月1号提 要付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个大的水 所以三十二点五倍 就是像其他澳洲人一样 以前不是打工独角之不要补水 就是他们一年转不到一万八千二万不要补水 可是转到一万八千以后 也一井浮这样的水 所以当然有一点改变 会印象 能去转到转钱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将近三分之一 很重 所以考量到英国来吧 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会增加名额 我们对于这个去英国的理由 我们每年都跟英方 都会增加名额 一直请英方再加再加再加 结果您知道 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什么吗 他们英国的七年到台湾来 度假打工的 大概最多 就是两位数 不到三位数 他说 我们每年去的 就这几只小猫 你居然还要跟我们要求 说要变成两千三千 这种 这种情况差距太大 所以他们 除非说 他们英国很多人来了 然后需求很大 我们才有办法再开放 所以去英国的一千多年了 真的非常珍贵 那有需要的同学 11月底就是下个礼拜 注意我们的观光 跟我们IUS的观光 好不好 而且 我们的申请非常的方便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简单 结果我们就发现 真的是很简单 那就算是在当地的 也只是多一张文件而已 很简单 其他还没有什么问题 快喔 时间快到了 所以 你刚刚已经问过 先给他 先给他跟后面的单位 好不好 你治下一个问题 再来做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到英国的签证 除了要从政府那边抽一次 之后再给做审核 那英国的interview 他是要问我们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方面的资料 谢谢 刚刚这边方面还有 刚刚这边方面 对对对对对 那位男生 你好 就是我非常有查到 就是去英国的话 好像分路 不知道忘记哪个程序 要输入英国的地址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有没有承担 然后我想问就是 如果在 可能在英国都没有认识的人 那 如果要浅黑了的话 要该怎么办 对 谢谢 讲官您刚才说 到 欢迎到英国来度假打工 那英国度假打工 喝的税不中吗 好 那个 关于英国 刚刚说要抽赞助证明 要审核一次 interview 要再审核一次 要准备哪些资料 是不是 OK 那这个赞助证明 主要审核的是 你是不是在符合的年纪内 而且你是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这个 你要说审核也可以 可是基本上就是你的基本资料的确认 表示说你符合资格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 你只要是有身份证 然后你的年龄是符合的 男生要异弊或者是异弊 那你在即将要异弊或者是免疫 就OK了 那至于interview 那个是英国签证中期他们的事情 那至于他们要问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们要问什么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要准备什么资料 我们也不知道 那就我们的常理了解 他一定会问的说 你要去不在打工你要做什么 你要待多久 你想去哪里 就是这几个主要的问题 那为什么英国这么夯 因为英国就是要努力 你除了去做非法事以外 你可以去打工旅游 还可以去念书 去英国念一个硕士只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拿这个签证去念书 去念一个硕士文 对 所以他才会这么行 那至于你刚刚讲说 英国的税的问题 税高不高 税我不太清楚 我们是不是请 那这个其实 可以上网查得到的资料 好不好 那看看我们等一下 布里面有空这个补充 那至于这个 去英国要填币 例子的问题 那个可能是你在申请Visa的时候 需要的一个程序 那是因为申请Visa的问题 英国驻台的办事处 他们 那个签交代外交代 叫我们不要代替他们回答 任何有关于签证的问题 因为不管回答对还是不对 万一不对的话非常困扰 你有任何问题直接问英国在台的签证做 他们会演义正确的答复 好不好 因为我们只是负责 发这个占助证的问题 OK 那这个有关于英国工作税的问题 布里面有没有 好 好 不好意思 在这一点上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资讯 不过呢 如果可以的话 也麻烦你等一下也是来找我 然后把你的这个 这个联络的电话 给我们 我们回去以后 会再跟我们 您复的英国事务的同仁呢 或者是这个车呢 会再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如果按理动的答复的话呢 那我想他们也会问清楚以后 再给您一个正确的答复 您放心一定会给您正确切的答复 麻烦您等一下一定要来找他 好不好 刚刚这里还有问题 对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我刚刚艾兰那个部分 因为刚刚今天那小姐讲她说 她有在那边打破这个状况 就是有处理过类似的状况 那 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你有没有朋友 遇过类似的状况 那有的话她又是怎么处理 这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话朋友问 就是她想问说 如果去波兰打用自家的话 呃 如果指挥英文 行得通吗 麻烦这位帅哥纳哥回答一下 谢谢 那好 还有个问题我们三个人 哦 这里有一位 后面那里 对对对对 那位 那个就是stand by 这位先 我想请问一下 波兰的那个最低薪质是波兰 还有那个水 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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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薪资 还有水 好 然后这一位 不好意思 再提到我们 不是 其实我们很多住台在外的一些厂商 就是简称台商 好 那其实为什么没有 政府为什么没有去衔接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国内 其实很提倡的是业界实际业界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对位衔接 那为什么在国外 没有这样的一个衔接过程 因为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 打工换术或是打工换术 要这样是一个很方便的 资讯 谢谢 好 那个 有关爱尔兰的黑风问题 跟波兰的两个问题 就是波兰的英文 跟最低薪资 我们先请波兰的代表 先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我先 好 我先给你一个问题 英文 所有的什么 火车 或者 就交通都会有英文的用法 或者 还是 然后我们跟台湾是一样 年轻人都一定会学英文 所以 如果你遇到任何困难 就 最好就是找年轻人 然后跟他 这样 然后 大部分的学生 大学生 都英文讲得不错 所以说 都 都不错 然后 自己的薪水跟税 自己的薪水是一个月大概一万七块币 没有 然后 税是48% 如果 薪水 如果你的薪水超过 就比较高的话 税也会比较高 大概三十多分 可是 一般 嗯 陆架大工的学生 应该不会 做到 不那么多 我觉得 嗯 嗯 嗯 好 OK 我们现在先回答 还有来黑工的问题 回答 各位同学的问题啊 因为像我如果出国的话 我都会先寻找 当地的办事处 就想 就先知道他们在哪里 如果 自己发生什么问题 或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跟他们去问一下 这个 对不对 哪个 学这样子 那如果 像黑工的话 刚好 我自己就是 刚刚有分享 本身本人有遇到的嘛 然后 我自己 就是有给 那个调查员 我排下来的班表 每个礼拜的班表 总共有五个月 然后还有薪资表 所以那时候 有厚厚的一跌 跟一大堆的薪资 的那个信封 然后 他就把全部的东西 都移印下来 当作证据 然后他要 他也要我自己保管好 因为那次 我可以自己 把那个签领回来 然后 我也自己把 五个月工作的 时数 全部算 比如说 嗯 我这五个月 做了500个小时 就好了 然后他要补我那个差额 因为他给 他只给我6欧嘛 然后 他们最低是8.65 所以他 他500要乘以2.65欧 所以他就补我那个钱 然后再乘以Halloday Pay 所以他总共 就还我1800欧这样子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那个 我来回答 重点题 那个 结合业借态 台商驻外的一些企业 然后用实习的 呃 基本上我们教育部 有一个雪海系列的计划 里面有一个叫雪海竹梦 就是 呃 由学校 就是 他的对象就是 还是在学生 由学校跟 国外的企业 或者是学校 或者是机关购 有签订相关的契约 然后可以到海外去实习 那至于已经毕业的社青 社会青年的实习 呃 就我了解 好像没有相关的计划在办 因为 呃 你说由政府去跟国外的企业 或者是台商有签订相关的协定 然后安排想要去度假打工的青年 去他们那边 呃 你要怎么样去找工作 你要怎么样在当地自主生活 那如果说什么都帮你安排好了 那你这种犯难冒险的精神跟机会 跟期望值就会降低很多了 而且基本上好像实务的执行面上来讲 好像也很难去达成 你像13个国家你要去找多少来商 然后要有谁来跟他们签约 然后要有谁来安排他们的实习计划 或许未来有这个很大很大的需求 然后政府有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 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 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那目前来讲是针对还没有毕业的同学 他们有这个海外实习的相关计划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教育部现在就在做 现在就在做 那至于已经毕业的同学 可能你们要自己去找工作 OK 这样的回答OK吗 谢谢你 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请说 人家还没有毕业的决定 如果要谈完这些机会 还有当天早就会 在学校里面的 在学校里面的 就是算是大学也论 我不相信都有经验 这个 这个要看会校有没有相关的实习计划 对 因为我们的接受的这个雪海竹梦的计划 你可以上网去国际司 我们教育部的国际两岸教育司里面 他会有相关的实习计划的说明 因为 这个不是我指责的业务 那我万一店里回答错了 可能就不太好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计划 知道它的基本价格是这样 好吗 而且这个 好像跟今天的主题 稍微有点脱离了 好 好 那个 这一位 那有一个叫做加拿大处台北 然后一个 CTOT 那他们有一个专业网站 他们会在联系的时候公布 在开始抽签的事情 所以请您密切注意 也可以打个电话 然后去问他们 他们的电话是8723-3000 会有总机是 讲国语的一些贴笔 会跟他们询问相关的讯息 然后网页上也相当清楚 在那里面的电视会公告 那名的大概是一千个左右 没有一个问题是一千 但是绝对就是上他们 CIC的网站去查询 CIC的网站也可以 你可以打入 就是TuberWCanada.org 这个网站 进入他中文的网页 或者是直接进入CIC 叫TuberWCanada.cic.gc.ca 都可以相关查询 他们整个业务 现在移到加拿大移民不去处理 所以在那里面的网站 这边也真的帮不上忙 他们只是说自己 上这个网页去申请 所以非常的抢手 非常热闹 一千个名字 就是将近都是秒杀的 所以直接看个人的技巧 怎么样可能多争取到这个机会 那我们JESCA有很好的经验 你可以私下跟他请教 怎么样要争取到这个经验 他们当时剩下200个名字 他还能够争取得上 所以你公司参考 可以跟他私下请教 好 那所以等一下结束以后 你可以来帮他问 说他怎么样抢这个名字 是不是在开放前10秒钟就stand by 好 好 好 这位小姐 好 要请问一下 就是之前2013年有时候 提过大国的港币住家 就是可能会开放 那等到现在就是 因为有在等一次 你也有可能会开放吗 好 那既然还没有人举手的话 我先 好 这位 我想请问 像在英国抽策的过程 其实我有注意到 就是那个候补率一直很高 甚至超过一半 然后我想请问 有没有 考虑用什么方式 降低这种 三前流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提高 在 就是在申请的时候 比如说要付一些简单的计划 然后让申请的人 是更有 就是觉得说 自己是真的有做 好准备要是申请的 才来申请这个项色 之类的 是不是很棒 谢谢 好 再一位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先请外交部庭文 先回答法国 比较打工的问题 各位我想在这里也要做一个说明 外交部一直在努力的 就是说是在第七年的 一些的广告 让大家自己到海外 去度驾 打工 事实上 我们刚才也有特别跟讲到 度假为主 然后打工为主 那我们现在呢 到了说这个法国的 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一个国家 我们其实多多都是在 对欧洲的国家都在请求 或者说大家在这个更取 要跟他们呢 签订这种青年度假打工的协议 那有的国家呢 已经会很明白的讲 就是说是 我们现在呢 暂时都没有跟别的国家 有签订这种的协议 所以呢 我们也不会跟你们谈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一直在继续的争取 至于您讲说法国的话呢 我们这都是还在这个 这个谈判中啦 那一直在争取中 那现在目前的话呢 是说明年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明年 就真正的能够签议 就把它签锁了 就可以给我们青年 再提供一些的这个机会 那我也要在这里 特别提出来的话 欧洲呢 四十几个国家 那么 在那边的代表处或是办事处的话呢 事实上也有很多 那也是我们这样子 一个一个这样子签起来 那很简单 第一个是德国的话 我们也是谈了十几年 然后呢才签出来的 那因此呢 现在的话呢 已经又签了几个德国栏 例如 然后呢 奥地利呢 也是在去 今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才这样谈出来 那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外交部 一直都是在尽量尽力的 有在争取中 不管说 他即使是讲说 我们现在都不跟人家签署的 然后什么 不是我们就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 从旁边呢 用另外一种 不讲说度假 但是我们可能会说 用实习的方式 这是我们在跟其他的国家 他们讲说 我们不跟人家签署的 这些国家 我们是用另外的方式 在谈判中 所以呢也请您呢 敬自期待 我们也很希望说 很多的国家 都能够跟我们签署 因为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青年来讲的话呢 就更有更多的机会去 那我也发现到 其实你们大家都可以发现到澳洲 对不对 到英国到这个 这些国家都很多 那到其他的国家 因为是语言的限制的问题 所以呢 我相信可能 法国的好场面 法文的人 应该也还是很多啦 那即使是德国的话呢 也是呢 我们去的话呢 都已经是上海多 但是呢 德国来的话呢 也只是两位数字 所以呢 现在要再增加名额 人家也都讲说 我们来的人都这么少 你们去的人那么多 也会讲人对的 这种的理由 可是呢 我们都还是一直在争取中 所以呢 我们更期望 更期待 明年法国真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 签署完成 那还有更多其他的欧洲国家 也能够签署完成 当然还有其他亚太地区 或者是收集大部分 没有各个国家的这个 市场呢 真的我们都一直在争取中 谢谢 那我们先 那我们接下来回答 英国附加达工的后补 然后这个是有一些 改善的方式 可以提高它的使用率 其实我们跟英国在谈的时候 我不晓得在场 没有人申请过 英国附加达工的 参存证明的作业 如果有的话 里面有一个三百次的计划 这个三百次的计划 也是我们 我们建议要加上去的 因为英国的方面 他是希望说 不需要写这个 反正就是有想来的人 他们就申请 那我们会强力的建议说 要做这三百次计划 就像刚才这位同学讲的 就是希望他有一个目标 他有一个规划以后 他比较不会去放弃 他真的想要去做 可是我们还想过其他的方式 是不是交保证金 然后这保证金 未来就直接转为 他的签证的费用等等的 可是英方的部分 他们都强烈的否决 他们是希望说 我们不要有太多的设计跟限制 尽量的让同学可以在非常方便自主 然后非常简单的方式去 下去申请这个赞助证明 那所以 今年我们后股确实 我们抽了五百个后股 确实不要两百多号 将近两百五十号 所以表示说 之前抽的有将近两百五十个放弃 所以那些赞助手是不是太厉害了 中签率这么高 我忘了先跟各位说 我们每一次在抽签的报名人数 抽五百个的报名人数 都将近两三千人 所以人数都很多 然后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一再而呼吁 就是真的有需要的人才来参加抽签 那或者是 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来抽签的话 你们就抱着那种 但大家有心才或许是比较容易抽签 这个也是很无耐 我们已经想了很多方式 想要提高这个使用率了 可是真的 提出来的一些 一些做法跟建议 因方点都不同意 都不同意 所以我们只能 道德卷说 只能道德卷说 好不好 好 那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未来 都不会有 都会有机会 就是开放新与新国家的 老公有学的机会 老公是假的问题 好 第二个 还有没有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 没有 好 好 那我们先请郭内桃園帮忙而已 好 那个 刚刚张处人提到 那西语西国家 像西班牙 那欧洲 他刚刚一提的欧洲 都是全面在 在推 因为这个度假的 我们的企划 是我们部里面 一个相当的破产 一个政策之一 所以 所有全球 各个国家 只要有机会 我们都会去 都会去推倒 这个 当然就是 你这都是双面 双向 譬如说像刚刚 提到这个 加拿大 英国 那我们在推的 这个民的过程 人家都会反问过来 比如说 我们这是误会 那你到底 这个 让我们 这个加拿大 英国 这些 这些可以到台湾哪个 有多少 那像这样子 这个 在谈的过程里面 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 比较困难的过程 因为我们国内 愿意提供 或者是有能力 能够提供 人家工作机会 没有能够大 没有能够多 这个人家也可以 哪个 在 哪个问题 那不论如何 就是整个 是我们大的一个政策 在帮助 青年跟国际接规的政策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 ok 最后三个 因为时间也要到了 因为这个场地租 这个租用的费用很高 如果浴室的话 ok 还没问题 好吧 另一位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提案期限或预期 它会有怎样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 台外打工 是只能在台湾的政策 是连自己出去 也是可以打工的 那 那如果在台湾有登记的话 比如说会有 那种贷款的那种保障之类的 我们还有其他 其他 呃 有台登录 在台湾登录 会有更好的 比如说 停留期的问题 部内这边 这个是有关涉及国外签证的相关的规定 因为你在国外停留 那个并不是我们国内的事务 那个是国外的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 应该是上网去Google 你要去的那个国家 那我 我建议你 那个外交部的 那个图加打工的网站 收集的资料 非常的齐全 而且它有询问的电话 如果你需要的资讯 上面没有 直接打电话去 我们部内 我们一定会很容易 方便解答 好不好 甚至可以找答案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 在国外是不是可以申请度假打工 是不是 基本上 就我负责的 英国的度假打工的签证来讲 因为我们 我们的签证申请是 你第一次申请 你必须要用书面文件寄过来 你上网申请以后 操作到最后 会引导你把书面文件印出来 然后把那个书面文件 在报名节值之前 记得我们的收件处 然后就可以 这个受理抽签 那你如果在国外的话 你有办法在一个礼拜的工作天内 寄到的话 我们也不会管说你是在高雄记得 在台中记得 或者是在香港 在美国记得 只要你记到 我们就收你 那第二次以后 因为 这可能有一点 就是说你第一次没有抽到 你抽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以后就不用再寄书面文件 就直接上网申请 因为你第一次的书面文件 如果审核通过 我们后面就知道你资格通过了 那你使用相同的身份证字号 除非你的年纪超过三十岁 不然就可以直接在网路 就已经申请通过了 那申请通过以后 我们核发你赞助证明以后 你必须回台湾接受 他们的interview 他们的visa的签证的面试 那个在国外是不能的 就算你在英国也不行 你还是必须要回台湾面试 这样懂吗 OK 所以英国的部分是这样来处理到 至于其他的国家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不管是说你用旅游 或是说用观光或是商务 或者是说是游学 或是各种名义 你如果是说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当然要看去的对方的这个国家 所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限制 或是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到 153个国家和地区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到某一个国家 去观光的话 那我如果入境的时候 我一定要也是要先去上网去看看说 这个国家 他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譬如说 步道一定要六个月以上的校期 然后你要有莱特的这个计量 然后呢 你可能要足够的这个财币的证明 这所谓足够的财币证明就是说 我自己如果今天我要去这个国家 要去十四天或是三个礼拜或是一个月 那我就要必须要想到说 我自己要贷多少钱 我都必须要贷着这个钱 当然你不能够超过他入境的一个规定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就是你的旅游平安的保险 那如果说你今天入境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移民官他来询问说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停留到哪天啊 你说我其实都回答了 那他讲说 那你有没有这个旅游平安保险 这东西就必须要出境出来 那目的也要记得 不管你今天是度假假 或者是说任何的签证入境的话 你的目的一定要符合你所生 你这个签证的目的 你即使余留了一天 你如果出境的时候 那移民官认为说他会去算的 你不要看他那样 即使你入境就已经有这个记录在那里 那你停留多久 你即使余留一天的话 或许呢 这位移民官呢 就会要求说你已经远期了 那他可能就会照着来罚款 那罚款多少 那这个每一个人 每个国家可以有 那有的移民官也有可能会说 那你可以去抓 赶紧钱你让回去 那我也不算 我会给你带了一个出境商 你就可以走 所以呢 这种余期的停留 我是全各位千万不要 然后呢 每一个国家他都有一个入境的限制 你可能可以带酒或是烟 然后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 你的衣品或者是什么话 都有一个金额的限制 我讲很简单 最近的一个例子好了 所有的国家 几乎都是一万块钱的现金 你可以入境 超过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做申报 那如果你没有申报的话呢 这个就被他领检告的时候呢 那就有问题 像比如说我们最近的一个案子 就是呢 有人到德国去一家死口人 爸爸妈妈 然后带两个小孩 结果呢 妈妈呢把所有的钱啊 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口袋 当他入境的时候呢 就被警告 结果检查到了以后呢 诶 德国的移民官就讲说 诶 钱都在你身上 你超过的一万块钱 就必须要罚款和 当场马上真的就造了这个金额 整个来法 他就一直讲说 诶 我们是一家死口啊 我们这四个人 大家全部钱都放在我这里 那移民官他可以做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就想说 我通常知道 对啦 你们是四个一家死口 那我就给你一些的钱 就算是OK 可是呢 他如果要讲 那以前有什么样的事 你超过的限制 就是一个这个不合规 你又没有申报 所以呢 各位一定呢 你到国外去 即使是外国人到我们中华民国来 如果说余期的话呢 我们有时候 你是会要求他说 诶 你超过了一天 那你就必须要罚款多少钱 那你超过几天就罚钱 那如果你超过更多的话呢 甚至有时候呢 就被当作是一个遣返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所以呢 我建议各位 你只要是到别的国家去 你就一定要去上网去看看说 这个国家的规定是什么 我就有一个 德国的那个朋友 他从台湾这边的话 回去以后呢 他拜了这个茶叶 各位心想知道茶叶是什么吗 诶 他们就是有限制说 你茶叶一人只能拜多少的这个重量 所以呢各位 一定要去遵守原来规定 然后你要上网去的话 你要去到哪个国家 一定要上网去 把这个资料查得清清楚楚 这个对大家来讲 也许会觉得说 哎呦怎么那么麻烦呢 可是呢 这个都是对赤身权益的保障 所以刚才所提到这个问题 我也就在这里先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补充说明 谢谢 我给大家其他问题 对吧 对 对 请问就是说 因为我目前台导意 然后我听到很多朋友 想要出去 就是留学交换的这种想法 然后我想请问在台上的大哥大姐姐 还有就是外国的总裁大使 你们就是 就是出去打工乱数 然后是有心想要出去做交换的这些人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盲点 就是可以改定的 有问题是怎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刚刚说盲点是指的是 有问题的时候 他要怎么处理是不是 还是什么 或者是心态战 我们出去度假打工的心态要怎么样 偷住是不是 你的问题我真的听不太清楚 大家常常都遇到很多同样的问题 然后 然后要怎么解决是不是 真的常遇到问题 你说到国外去度假打工 碰到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是不是 还是说其他的问题 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OKOK 有人听到你的问题 我请他回答一下 我在想你的问题 可能是说像有人出国前 会遇到说需要家庭革命啊 或者是说 那你放弃现在的工作 要出国做抬劳的一些障碍吗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刚刚有大家提到 我不是希望说大家 把出国当成解决问题的方式 因为像我经营那个 加拿大打工路加资讯社会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到说 我在台湾人际关系不好 所以我想出国 那我在台湾英文不好 所以我想出国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出 像比如我们出国 吸入国外的空气就会变好 因为你的行为不变 基本上结果不会变 国外也是人与人的相助 那你英文好不好 我觉得都是要靠你 靠个人自己的土地 然后吃蛋的人 你在国外 因为人家 像我加拿大去来讲 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说 温哥华就是一个华人 很多城市 所以我不想去 可是它毕竟还是一个 华人的城市 再怎么说 我绝对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那明天就还有百分之八十的 你是需要讲英文的人 不管是韩国日本 或是你语言学校的同学 其实你都是需要用英文的共同 那你如果自己定量去跟百分之二十的话 你会讲中文 那你当然也许回来 因为我的国会去 国际观也不会提升 大概是 我觉得出国态度是很重要 这样给我们答到 好 太好了 好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有没有人有问题一定要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场的几位有经验的学长姐还在 然后各部位带来也都还在 如果说你们有问题要私底下 一定要私底下讲的话 那就欢迎来 好吗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利益 下礼拜 台中厂会在中心大学举办 今天如果听不过 下礼拜我们台中见 谢谢大家